开学那天 我意外踩到香蕉屠红楼屁上滚下 只因我多看了笑花一眼 笑爸就怀恨在心 暗地里安排小弟陷害我 结果导致我的视网膜脱落 我本以为下半辈子只能当个瞎子 没想到爸妈拼上一辈子积蓄 硬生生治好了我的眼睛 可当我睁开眼睛看到他们时 心里突然被挣扎了一下 爸妈的样子像一下老了十岁 想到他们这段时间为我着急担心 泪水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本能地闭上眼睛 不想让爸妈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可当我在睁开眼睛 看向主治医生梁大夫时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我的眼前竟然出现一排信息 信息里不仅有他的档案和履历 还能看到他暗恋助手小丽 甚至能看到一年后他们结婚的情景 我的眼睛能读取信息 预知未来 这太不可思议了 小刀小刀 我从震撼中回过神 发现是母亲在喊我 妈我没事 这孩子快谢谢梁医生 梁医生真是太感谢你了 要不是你我肯定没办法重见天人 小伙子这是我的职责 回去好好孝顺你父母 他们这次可是付出了不少 我点点头 对着梁医生神秘的笑了笑 梁医生 有时候胆子要大点 不要不好意思啊 说完我拿起行李 和父母离开了病房 留下了一脸猛逼的梁医 这小伙子莫名其妙 难道他看出了什么 梁医生的脸立刻红到了耳根 此时助手正好回头 两人四目相对都有些不好意思 梁主任 您 您怎么了 小丽 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晚上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顿饭 就我们两个的那种 小丽一愣 随后眼中露出了喜悦和意外 最终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晚上回到家我辗转反侧 想着怎么利用能力改变生活 正思索间房门响了 小刀 是妈 我能进来一下吗 妈进来吧 我没睡呢 母亲推开房门走到我跟前 看到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我利用能力改变生活的决心 更加坚定了 小刀 明天我和你爸就要分开了 餐馆效益不好 你爸一个人经营就行了 妈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 以后你在家要自己做饭吃肉 说完母亲忍不住咳了几声 我心里很是难过 为了给我治眼睛 父母不仅搭上了养老前 还累垮了身体 妈 我眼睛已经没问题了 明天我就回学校 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很久 相信我 你眼睛刚恢复 怎么样也要多休息一下 不 妈 你不用担心我 我都二十三岁了 生活已经可以自理 就这么丁了 这得经历一场手术 想不到平时有点懦弱的儿子 一夜之间长大了 母亲没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看着他勾楼的背影 我暗暗发誓 妈 我一定会让你和爸爸 过上好日子吧 一定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去学校 路过一处工地十二亿来袭 恰好路边有一处 卖煎饼果子的摊点 老板 来一套煎饼果子 不要煎饼 这年轻人 我靠 呵呵 说错了 不要饱萃 好嘞 稍等 小伙子看你面生 来工地找活嘛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中年人 一脸横肉怎么看都不像炼他呢 不是的 我是学生 上学路过这里 学生 我还以为你来找工作呢 这一片的工地特别坑 不是找工作就好啊 老板一边说一边操作 还时不时环顾四周 很是谨慎的样子 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我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因为我获取了他的信息 王大龙 潜逃十年的重型逃犯 悬赏金额五百万 我震惊的同时 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小伙子 喂小伙子你怎么了 你的煎饼果子好了 没事 我刚才在想事情 谢谢老板了 我回过神结果煎饼果子 转身非常自然地离开了摊位 呵呵 看来是我想多了 这十年战战兢兢 看谁也像便衣啊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我走到一处巷子内 就打了报警电话 不意会一辆黑色汽车 停在了巷口 下来两名便衣 叔叔和我碰头 小伙子 你确定工地门口 拿卖煎饼果子的 就是潜逃十年的王大龙 叔叔同志 就是他 不会有错的 叔叔没说话 朝身后的同事点点头 对方拿出对讲机 发出指令 行不 说完两人转身朝街口走去 而我则担心 都十年了这赏金 还能拿到吗 就在这时手机上 一款新闻案 竟弹出一则消息 逃亡十年的王命途江凯 日前在护士被捕 提供线索的是一名 23岁年轻人 500万赏金 已经已由相关部门 扣除税费后 打入他指定的账户 这则消息的日期是5月19日 也就是两天后 我通过新闻APP 看到了未来的新闻 这似乎也合理 我内心的兴奋 有点压制不住了 另一边 叔叔们也成功将王大龙 按在了地上 你们是什么人 干什么抓我 江凯 别装了 今天你跑不了 什么江凯 我叫王大龙 在这一代已经5年了 你们抓错人了 抓错人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大数据对比 早确认你的身份了 还给我装 等 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 说实话 你藏在这里还真难找 多亏有人举报 终于可以将你生之一发 举报 江凯一愣 突然就像是发疯了一样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他 一定是哪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我大意了 哼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带走 此时叔叔想起了 还在巷子里的我 几步快跑到我跟前 你好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王欣 是护士中腕巫族的队长 小伙子今天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王队 我也是侥幸 记得以前看到过他的新闻 没想到真的遇到了 王欣笑了起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500万悬赏金 交了睡到手400万 刚才总局已经联系我了 明天上午你到队里来找我 放心 你的身份我们会保密的 听到这话我心跳加快 别说400W 就算是4W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好的 那王队 要是没事 我先走了 张先生 其实我挺好奇的 看你的样子也才20出头 十多年前 江凯犯案的时候 你才十多岁 竟然能认出他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但表面上一点也不慌 因为我早已经准备好了说辞 上集说到 我因为眼睛受伤 竟获得了透视信息的能力 成功帮助数数抓获 再逃十年的重刑犯 500万悬赏金 交了隧道手400万 刚才总局已经联系我了 明天上午你到队里来找我 放心 你的身份我们会保密的 听到这话我心跳加快 别说400W 就算是4W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好的 那王队 要是没事 我先走了 张先生 其实我挺好奇的 看你的样子也才20出头 十多年前 江凯犯案的时候 你才十多岁 竟然能认出他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但表面上一点也不慌 因为我早已经准备好了说辞 王队 说出来您不信 当年我父母一直拿江凯来吓我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挺深的 原来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 还是感谢你做了件好事 需要我送你离开吗 我赶紧摇头拒绝 然后客气了两句就去了学校 晚上我回家拿忘在家里的课本 还没进门就听见父母的对话 餐馆的房租拖不过去了 今天房东的小舅子上门催收 不仅要涨两万块 还要我们两天内促起 不然就把餐馆转让给他 这不明白这欺负人吗 老头子 家里就还剩五千多块钱了 这钱还要给小刀留生活费呢 这下可怎么办 说完屋里就传来了乌业声 我在门外听得心如刀绞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好在咱们儿子现在恢复了 咱们就是倾家荡产也值得 实在不行就把餐馆迭给他算了 说是转让 其实不就是白白霸占吗 房东是他姐夫 他想要干 咱们哪还有安稳日子 听到这里我心里有了主意 我没有进门转身回了学校 第二天上午 我在警局办完领奖手续 然后打车直奔房东家 路上手机收到一条银行信息 我惊得瞪大了双眼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难以压制的激动 我平复好心情后 车也停在了房东家门口 敲开门 房东看到是我有些意外 小刀啊快进屋座 你的眼睛好了吗 前段时间可是把你爸妈急坏了 陈叔好 眼睛已经没事了 房东说着把我迎进屋里 坐下后我直接开门见山 陈叔 餐馆的房子我们家做了快十年了 您怎么突然要涨房租呢 还是一下涨两万块 陈山被我一问直皱眉 陈赢了一会才缓缓开口 小刀 本来这是你不说 我也会找你父母解释 你知道我那个小舅子 整天有手好闲 这不听说餐馆快到气 他说他想干 我不答应他就整天喝点酒到我家闹事 我烦不过就由他去了 陈叔 这么说涨房租不是您的意思 对对对 我知道你家里给你治眼睛花了不少钱 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落井下士 这都是我那个小舅子的馊主意 我碍于他姐 实在是没有办法 陈山是个有名的气管言 他这么说我倒是没有怀疑 陈叔 我有个办法 既可以让我家继续干餐馆 又让你小舅子不再骚扰你 什么办法 你把那间房子卖给我 价格你开 这句话一出陈山看我的目光 就像看傻子一样 小刀啊 叔知道你是一片孝心 你知道那房子多少钱吗 至少四十万 你一个学生不好说大话 陈叔 如果我能拿出来钱 你就说你卖不卖 陈山只当我是小孩子 戏谑的答应着我 卖 只要你能拿出来 我立刻就卖 陈叔 把你的卡号发过来吧 四十万我现在转给你 看我表情严肃 陈山也收起了笑容 十几分钟后 我拿着售房协议 打了辆车直接去餐馆 老张头房租准备好没有 今天要是不交 就别干了吧 赵二虎 不是明天才是最后一天吗 我在策策 凑够了立马给你 不行 今天和明天没区别 不交的话连店带东西 都得姓赵 赵二虎说完 朝身后的小弟使了个眼色 两人立马拿出封条到处粘贴 父亲吓得脸色煞白 上前拉住赵二虎的胳膊 二虎子 咱们街坊这么多年 你就不能通融通融吗 二虎子一把手开父亲 父亲脚下不稳就摔倒在了地上 谁跟你街坊 今天这餐馆我赵二虎要定了 爷子坐来了也不好使 两个跟班见状贴得更快了 父亲此时也急眼了 站起来就把封条挨个往下扯 老东西 敢扯小爷的封条 今天非把你拔从屁不可 说着三个人就要上手 正好被赶到的我看到 住手 三人被我这么一喊 不由的停下了动作 我赶紧跑到父亲跟前查看 爸 你没事吧 小东 我没事 你不在学校 怎么回来了 我没有回答父亲 而是看向二虎子三人 你们三个年轻力壮的 欺负一个老人家 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老张家的狗崽子 你不是瞎了吗 怎么好了 二虎子以气里满是玩味 两个跟班也跟着哈哈大笑 赵二虎 请你们立刻出去 我家餐馆不欢迎你 什么 你家餐馆 张小刀我看你是皮昂啊 口出狂言 过了今天这家餐馆就要姓赵了 口出狂言的是你吧 你姐夫已经把这间房子卖给我了 现在他姓张 此话一出赵二虎瞪大了眼睛 接着就是一阵狂笑 卖给你 你拿什么买 把你那双眼睛挖下来抵债吗 可没等他笑完 我就把受访协议拍在了他面前 几个人包括我父亲在内 都不敢置信的上前戏看 真的是受访协议 还有陈山的签名和手印 这 这不可能 姐夫怎么会把房子卖给你 你一个小屁孩 怎么会有四十万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父亲急忙把我拉到一边 小刀 这是真的吗 你从哪里弄来的这张纸 咱们可不心骗人啊 啊 这张协议是真的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我走到赵二虎跟前 想要拿回协议 不料赵二虎却不给我 张小刀 你弄的假协议在这里糊弄鬼呢 你们家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说完竟然三下五除二 把协议撕了个粉碎 赵二虎 你 兄弟们 继续给我添封条 我看他们谁还敢撕 我敢 就在这时 陈山走了进来 他是专门送过来正式合同 以及过户的一些手续的 二虎子 闹够了没有 这间房子我已经卖给老张家了 你马上给我回家去 赵二虎看见陈山手里的文件 还是不死心 可是 姬夫 你这样做太不地道了 说好让我做的 回头我要告诉我姐 你就等着吧 被小舅子当着这么多人面威胁 陈山脸上有点挂不住 凉起手就给了赵二虎一巴掌 还不快管 赵二虎一下子就被打懵了 他从来没见过陈山发火 捂着脸带着两个跟班灰溜溜的跑了 陈山交接完手续后也离开了 而我则把巨额财富的来龙去卖 如实地告诉了父亲 当然特殊能力的部分没有提 父亲向王队长和时候 这才愿意相信我没有违法犯罪 我把银行卡直接留给父亲 让他和妈妈自由支配 然后就往学校走去 接下来有两件事要做 一件是查清我低落楼梯的幕后主使 另一件就是继续搞钱 想到这里我把目光聚焦在新闻APP上 立马弹出来两条未来的新闻 一条是累计了4亿奖金的彩票开奖号码 一条是城市轻轨规划和拆迁的公告 此时我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我因为被小巴吸害导致视网膜脱落 净意外获得透视未来的能力 提前得知彩票中奖号码和拆迁信息 狂烂四批反手购买拆迁地皮 却得知地皮是小巴家里出售 他们父子其上是想要要回 反备我狠狠打 老板 六加一 老王 你听我的 这一波绝对要开233了 这波我们头点钱肯定能一波回本 今天已经打进去100了 我看还是算了 富贵险中求啊 你要不下 我可自己下了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号码是05 067 23 26 18 特别号码是 号雷 你扫码九行 两块钱 不 我要80倍 什么 怎么了 不行吗 行思行 年轻人 有梦相思号的 但不能冲冬啊 不用 就买80倍 万一我运气好呢 现在的年轻人 这才叫富贵险中求呢 小伙子 看你的穿着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家 留着吃顿好的不好吗 别在彩票这种事上挥霍了 莫堪夜寺 有着店 别到死后栽急艳了 就80倍 真是想钱想疯了 年轻人不挺圈 实贵了 就直到账机醒了 老板他 亲密代不信的把彩票递给了我 此时边上的极开心彩票 距离开奖还有两分钟 我觉得下一期应该会开610 说完我就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离开 这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以为自己是卧龙转世吗 距离开奖时间还有三秒 叮咚 开奖号码为610 三人齐回头看向电视 这怎么可能 真叫他梦对了 这小子的嘴开过光吧 酒店房间里 我从口袋里拿出那张彩票 脸上充满激动之色 400万只是小钱 这张彩票去掉税 到手3.2亿 一夜股就成1万富翁了 我不得用力 自己的脸 确定不是做梦之后 开始规划起之后的目标 彩票只是我发财大忌的 异效不计划 拿到奖金就投资房地产 不炒房 就赌那条拆迁信息 我要让4亿变成 40亿乃至400亿 我张小刀的命运 就要劳劳掌握在自己手中 彩票中奖号码 没有出现一丝意外 我十分低调地 带上头套到彩票中 先将3.2亿奖金领到手 转眼就来到了 绿烟房产中间买地 你手上三块地 是这里规模最大的 一共300多目 一个亿就能卖给我 哎 张先生啊 你是有所不知 这三块地的主人 本来也舍不得卖的 只是最近他手上资金紧账 急用钱 所以只能含泪出手 买到就是赚到 从中介口中得知 这三块地的卖家 竟然是讲好他吧 我可是听说 这地方大楼 很多都是烂尾楼 这么贵你在忽悠我吧 8000万 我可以随时交易 如果不愿意 那就算了 那个 张先生 您这砍价也太狠了 行不行 给个痛快话 你要现在就签 也不是不可以 刷卡 总计300部的三块地皮 以8000万价格成交 很快我就在 中介的陪同下 完成了货户手续 我内心不禁激动万分 这片区域的几个 好位置地皮 几乎都被我拿下了 接下来就等 四天后的新闻了 到时候新闻一出 这些地估计增幅 十倍齐步 从此看 谁敢小看我张小道 几天后 城市规划 局管先拆其信息 我买的地 获得60亿的赔偿金 一瞬间 一来众多关注 当我再次来到 房产交易所 张先生 您当时购买 这十块地的时候 知道这里会拆欠吗 没有的事 只是手上有点 钱钱买得随便晚晚 没想到运气这么好 就在这时 一道愤怒的吼声传来 张小刀 你胆子不小 我们家的地都敢坑 我扭头看去 却看到蒋浩和他的蒋龙 蒋浩的眼神恨不得杀了我 四周瞬间安静 都一副看执掌的眼神 看着蒋浩父子 蒋浩 你也在这里 坑你们家的钱 什么意思啊 难道不是我用钱买来的 你真是胆肥了 眼睛做了个手术 脾气也大了 蒋浩 你们把臂挂在中介 我付钱买了 怎么 现在看我赚钱了 又想要回去吗 小伙子 你和我儿子是同学 我奉劝你一句 不要给自己惹麻烦知道吗 你们想怎样 我也不欺负你 我那三块地 起码让你赚了三十亿 你留下一千万 其他的全部还给我 这些钱足够你一辈子 衣食无忧了 你们父子能要点点吗 你不还也行 只是怕碧翼在这里不太安全啊 我那间冷笑一声 面上装出一副思考模样 还你也不是不行 只是有个要求 哈哈 我就说嘛 你怎么突然就这么牛逼了 看来还是个垃圾 别着急啊 我还没说完呢 交爸爸 我就把卖地的钱还给你们 周遭再次陷入了寂静 众人像看怪物一样惊恐地看着我 风和集团怎么说也是市值超过二百亿的大集团 蒋龙在商界也算颇有分量 他竟然让蒋龙叫他爸爸 真是不值死活 小子 你胆子不小 平时见我儿子都绕道走 现在敢嘲讽我 呵呵 既然我买下了你的地 那他就属于我了 你不是我儿子 我凭什么送给你 说完我就推开人群向远处走去 给我站住 张小刀 你今天走了可别后悔 蒋浩 你帮我找两个人 我就把地给你 我就知道你小子是开玩笑的 说吧 找谁 一个女生叫陈梦 还有个男生叫王斌 正在众人疑惑谁这么值钱的时候 蒋浩的脸却刷得以下变得惨白无比 眼神惊恐地看着我 我当然知道为什么 他当初管戒陈梦之后透露小树林 并且威胁陈梦导致陈梦三天后跳楼身亡 而王斌也因为他的争锋吃醋派人将对方殴打致残 你 我不知道你在瞎说什么 难道你没听听 这么多钱找两个人应该不难吧 小子 嘴不言可是容易出事的 蒋龙终于看不过儿子的样子 站了出来 我被笑爸陷害导致视网膜脱落 惊意外获得透视未来的能力 彩票中奖四个亿后反手买下即将拆迁的DP 却意外得知就是笑爸父子家出售的 后悔不已的父子俩在房产中介和我相遇 竟然还不知廉耻地直接向我索要 笑爸恼羞成怒 连他爹都亲自下场威胁我 够了 你难道不知道祸从口出吗 我并没有接话 而是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蒋龙 蒋龙的信息我也早就了然于心 蒋龙看我用一种奇怪眼神看着他 好像要把他所有的秘密都看得清楚 还没等他再次开口威胁我 我就缓慢地开口 蒋先生作为详泰金融集团董事长 我记得你们集团只要是经营互联网金融的吧 但是蒋先生旗下好像高了不少的非法贷款平台 靠高利贷就非法连财超过20亿 只是不知道蒋先生知道不知道 因为偿还不起你家平台贷款的那些人中 不仅仅有45个人这辈子只能躺在床上 还有十个人已经彻底消失 啊 还有 闭嘴 我们祥泰集团是你这种小别三就可以随便污蔑的吗 还没等我继续说完 蒋龙已经彻底愤怒 他完全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这些事情一旦让我将证据举报出去 他们父子连同整个集团将会陷入无底的深渊 这就怕了 我还没说完呢 你怎么知道就是污蔑的 要不要我替你报警将我抓起来啊 说着我就拿出手机直接按出113个数字 然后给蒋龙示意 蒋龙立马耸了起来 算了 我挺忙的 没空和你浪费时间 至于刚才你说的有的没的 等我有时间会和你好好谈的 只是希望你这段时间能注意安全 毕竟你也是浩儿的同学 我根本不在乎他的危险 就算他这样说 也完全不能扑灭刚才围过来的记者们 听到这种劲爆信息的兴奋 看着他们两个被围观记者和群众围堵 不能抽身 我直接转身离开 在我走出中介所的时候 正好一个妙龄少女坐进了一辆豪车 我看着他身上浮现的信息 我嘴角微扬 想起昨天看到的一条来自五天后的新闻 鼎盛集团董事长刘长生欲严重车祸 最后抢救无效身亡 鼎盛集团千金 又有钱要上门了 爷爷 我怎么觉得这小子是在找死 不确定 再看看 董事长 大小姐 蒋家父子可能要遇上麻烦了 不到十分钟 王生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声讨 讲师父子的受害人发声 刘若曦和刘长生对视一眼 面面相许 爷爷 怎么会这样 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东西 我们调查蒋龙的时候都没有查到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而且这人和蒋浩显然早就有仇 爷爷 我感觉他有点危险 这么多年 从大学开始一直到公司帮忙 追求你的青年才俊豪门子弟不下五十个 但你一个也看不上 怎么对这小子感兴趣了 刘若曦脸上迅速泛起红韵 低下了头 爷爷 你胡说什么呢 我现在可没心思考虑这些东西 再说了 这个叫张小高的来路不明 形势诡异 我才不会对他感兴趣 你看你 还急眼了 爷爷只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爷爷 你看 刘长生顺着刘若曦手指的方向看去 我正朝他们的车走来 刘先生 我们聊聊吧 我一把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张先生好手的 一番操作 以小博打 投资收益将近三十倍 真是让我这老家伙佩服 刘先生又赞了 我只是运气好 运气好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不过现在你可要小心王家父子 这就不劳你们操心了 我们还是来谈谈正事吧 张先生 你究竟是什么目的 我们的身份你也应该知道 如果你想在我们身上获取什么利益 还是不要做梦了 刘小姐这么激动干什么 我只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 你们是豪门 我能对你们做什么 我来找你们 是来救你们命的 刘若曦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救我们的命 你在开玩笑吗 难道我们会有什么危险不成 还是你想对我们做点什么 恕我直言 你老实日不多了 张小刀 你胡言乱语些什么 我爷爷每个月都会做体检 他健康得很 我警告你 你要是在耍花样 我就报警 那你就报警啊 我无所谓 可是到时候你们鼎盛集团股价崩塌 内忧外患 你一个女孩子能顶得住吗 爷爷 我看他就是个江湖骗子 我们根本没必要和他在这里浪费时间 刘长生 今年79岁 年轻时参过军 打过仗 30年前下海经商 一手创立了鼎盛集团 生有三子 或许是因为杀孽造太多了 所以到了这一代人叮不忘 这也是你如此高龄 还在董事长位置上坐着的原因吧 这不算什么秘密 相关的新闻网上很多 靠这个你就想说服我相信你吗 我看刘老先生也是一个讲情义的人 王成是你战友的后人吧 你 你怎么会知道阿成的权名 王成 今年32岁 有过五年军队生涯 两年前退役后 就到你们刘家上班 担任刘老先生的提身保镖 这种高手很难遇到啊 阿成的身份我一直对外保密 查是查不到的 这年轻人知道这么多 未免有点玄虎 难道他真的会算卦 怎么样 刘老 需要给你算一卦吗 但可不是免费的哦 张先生真乃识人 年纪精精 身怀一数 看来是我看走眼了 我老头子一个 死活到也没所谓了 胆家打也打 实在是不能随意放下 刘老先生 我可以给你算一卦 但是一卦五亿 算不算你决定 什么 五亿 张小刀 你抢钱吗 商业巨头的陨落 带来的损失 可不是区区五亿能弥补的 若曦 林先生支这个价 五亿成交 而且我可以先付给你 刘长生拿出电话打了过去 我低头一看自己的账户 这特么的就是有钱人 一个电话五亿到账了 张小刀 不要故弄玄虚 钱都已经给你了 能说点有用的吗 要不我把钱退给你吗 现在我就走 要不是看在我们有缘 我才懒得多管闲事 泄露天机是要死人的 若曦 不要插嘴 让张先生看 我拿出一张白纸 看了看刘长生 开始写了起来 刘老先生 你自己看吧 货从口出 有些东西说出来折瘦 刘长生拿起白纸 五天后 回家的路上 劳斯莱斯和货车相撞 造成严重车祸 不治身亡 爷爷 我就说他是个骗子 我们回去走的路 都不允许货车上去 怎么可能会被货车撞 我无奈贪手摇头 信不信在你们 钱我收好了 刘老先生如果不信 可以以身犯险一下 我坚信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主动来找我 这武艺只是顺便转一下 我的真正目的是 和刘家搭上关系 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圣赢你确定吗 五天后 我是下午五点的飞机 到天云国际机场 到时候会有火车通过 好我知道了 你得接机的司机 上个人身保险 爷爷 怎么了 怎么说 有一批抗洪震灾物资 五天后会在云天机场落地 到时候会有特批的火车来接货 和我们回家是一个路线 爷爷 这应该只是巧合吧 这我也不知道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到时候坐地铁走 司机正常接机 我要看看这个张小道的挂算的 到底准不准 我被笑霸陷害导致视网膜脱落 意外获得透视未来的能力 利用信息我赚取上一身价 本想简单买个房 却遭遇了绿查表看不起 那我只能揭露他的真面目 劲爆 受蒋家父子黑料事件影响 翔泰集团股票 今日开盘暴跌五个点 权威金融机构预测 蒋龙父子深陷舆论风暴 未来翔泰股价将持续暴跌 提醒广大市民及时规划投资 合理避险 全网寻找神秘男子张小道 各界对其背景猜测纷纷 到目前为止 外界并没有得到更多相关信息 有知情人士透露 此人是一名互大大三学生 其他方面依然成名 只要没有官方介入 想找到我哪有那么容易 如今有钱里面 该高高门面功夫 给自己换换行头了 师傅 去浦江一号 小李 你说那个叫张小道的 究竟是什么人 以下进账六十亿 也太可怕了吧 我才绝对是个低调的富二代 要是我能调到这样的金龟许 我妈的乐死了 切 看你的花痴样 要不然过来买房的客户 不也都挺有钱的 你牺牲一下 或许能成 去你的 那些爆发户 一个个满脸红肉 本小姐可看不上 你们好 我来买房 您确定 这里的房子 起步十五万一平 您确定是要买这里的房子 这里难道不是浦江一号吗 我就买这里的房子 你们几个给我介绍一下 先生 我叫郑霞 是这里的销售组长 请问您大概需要什么价位 什么位置的房型 当然是要最好的 您确定吗 先生是这样的 要是买房的话 我们需要验资 您的账户必须要有超过五亿的资产 才能购买 密码六个零 验吧 好的 您稍等 这人什么来头啊 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呢 怎么 琳琳 你是不是放花痴了 我看你还是谨慎点 人倒是长得挺帅气的 但怎么看也不像有钱人啊 你们也不能这么说 当初培训的时候可是说过 我们不能戴有色眼睛看人 有些有钱人就是低调 微烈 我看你是偶像剧看多了 这年轻人估计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以为有一点小钱就能买得起这里的房子 微烈 杨绍不是在你那边订了一套房子吗 什么时候交付 一会就来 我刚和他发过微信 他说晚上要请我吃饭 还让我带个姐妹 你要不要一起 那必须的 冰冰还是你有本事 杨绍这种才是真的有钱人 五千多万的大平层说买就买 我看他是对你有意思 臭丫头 你放心 他身边全是富二代朋友 我听说他爸是祥太的大股东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介绍 香姐 怎么样 结果出来吧 这人一看就不是能买得起这里房子的人 要不还是叫保安把他赶走算了 先生 一号楼C位的两套将井房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两套房子 很多有钱人都很喜欢 奈何价格太贵 到现在一直没人卖出去 您还是量力而为 哦 这位小姐倒挺奇怪的 我们似乎不认识啊 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 先生 说句难听点的话 一套房接近三亿 就算是户是一些富豪都不一定舍得买 您或许挺有钱的 但你父母给你的那些零花钱够你花吗 病病 你胡说什么 先生真是不好意思 回头我一定会处理这件事 香姐 你什么意思 你可别忘了 这个月我们组的业绩有70%都是我拉的 而且杨上那边还有一套房 今天下午就会成交 您凭什么说我 先生您千万别生气 我们已经验证了您的资金账户 您完全有能力购买这里的所有将井房 先生 对外的指导价格是2.5亿一套 带金装修和家具 但是这价格还能再谈一下的 不是最终指导价格 不用了 叫你们经理来签合同 我觉得你的服务不错 还有那位叫玲玲的 这两套房你们每人一套 挂在你们的销售名额下 董斌脸色苍白 眼神愿赌 本来他和张小刀并没有什么过节 但这个女人平时就是个失利 张小刀显然是在针对他 还不快去叫陈经理出来 这位先生 小镇已经跟我说过了 听说您要买一号楼中间的两套将井房 不错 现在就可以付款 哎呀 真是年少有为啊 爸 当我办公室来做吧 不用麻烦了 我对你们小区还是很满意的 不过我有个条件 这个女人出言不逊 对我言语间全是侮辱 我现在希望你能让她滚蛋 突然的话 这房子我就去隔壁玲珑湾小区买了 陈经理作为这里的领导 他怎么会不知道董斌的违缘性格 只是他知道董斌这女人还是有点手腕的 而且他手上还有一单大单没有成交 所以他并不想放弃这个员工 以他的立场来说 只要能给他带来利益的 最好都留下 先生 员工难免会犯错 我要他给您道个歉 希望您大人大量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还不来给这位先生道歉 不需要 他要是留下我马上走 他走 我马上付钱 小 先生既然不满意我就把他辞退了 陈经理 你什么意思 你要知道我要是辞职了杨少就不会买这里的房子 董斌 现在去财务结算一下工资 你可以离开了 通 你给我等着 害我多了工作 我不会放过你 不知道那个杨少是什么人 但我知道他要是知道你每个周末 都会去红螳螂KTV陪酒兼职 他心里还会不会对你有意思 或者说把你的病历拿出来看看 你可是护士第一人民医院复课的常客呀 要不要我来告诉一下你的同事 你究竟是得什么病呢 脸 脸 你瞎说 又或者说 当年你在护士读大学的时候 是学校里有名的公交车 四年大学 一共谈了二十三的男朋友 这些人都是富二代 日子是过舒服了 但不幸染病了 得不偿失啊 你们别信他 他在胡说 我是清白的 董孝姐 饿死亡一生 今天下午那又空 你还是来一趟吧 我们探讨一下后续的资料法案 你这个兵厅严重的 在法站辖区会恨严重 女孩子啊 孩子要节省之后啊 上集说道 我本想安心买房 却遭遇狗血剧情 被售楼出绿茶表 看不起当面嘲讽 在被我揭穿自己丑陋不堪真相后 狼狈而逃 却不想自己身份也被暴露 真是没想到啊 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真是丢我们公司的脸 我现在命令你 马上给我滚蛋 董兵器的身体发抖 而且眼前这个莫名其妙出现的年轻人 竟然知道他这么多秘密 并且当着众人的面全部抖了出来 这一刻 他的自尊心仿佛被彻底粉碎 他恨不得一刀将张小刀砍死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但凡今天你占了上风 恐怕等那个杨绍来了 我会比现在的你惨得多 这都是你自找的 先生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去办公室兼合同 先生贵姓 好 我姓张 对了 好心给你个建议 陈经理有儿有女的 家庭也挺和睦 但有些事情不能答应 有空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那 难道 听到张小刀的话 陈经理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无比 他心里很清楚张小刀话里的意思 当初董兵入职 为了讨好自己 对自己用了美元剂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如今被张小刀这么一说 心里没来由的一阵恐惧 是 谢谢张先生提醒 我会去的 我们先交易吧 张先生 能否提供下身份证 好 小郑怎么回事 拿了身份证还不快去你订合同 您 您是张小刀 郑霞一声惊呼 惊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 连陈经理都震惊地看向张小刀 哎呀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我说怎么第一眼见你就感觉眼熟 原来是您就尊大佛 您的手段真是厉害 2.8亿 将近30倍的收益 高 实在是高 张先生 您稍等 我去打个电话 以我的权限 这两套房子可以给您打个八五折 对对对 好的 我一定 张先生 多谢您能看上我们的房子 我们一定仅可能地给您最好的优惠力度 你谦虚了 哪个小区还用咱小区的房子地段好 造得漂亮 是是是 咱小区 张先生 我是圣河地产华东地区的负责人 我叫冯刚 真没想到 护士的大红人竟然跑我这里来了 冯先生说笑了 我算什么红人 真没想到 本来只是想买房子 竟然闹出这么大动静 哈哈 张先生 年少有为 这次我做主 给你那两套房打个八折 希望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陈经理 不 不好了 门口有人闹事 您快去看看吧 怎么回事 陈经理 是杨宗云来了 还有董兵 什么情况 陈经理听到冯刚的询问心里咯噔一下 眼前的张小道显然不是一般人 自己的上司都亲自过来了 自己本想趁这机会好好的跪舔一波 却没想到要被董兵这件女人破坏局面 于是陈经理将刚才的事情简单给冯刚说了一下 冯刚瞬间有了决定 走到张小道面前开口询问 张先生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麻烦冯先生 让他进来吧 我惹得势 我自己解决 冯刚一愣 心中生起一丝好奇 虽然蒋龙目前贪上事了 但杨宗云的父亲杨叶可是祥太集团的大股东 在护士也算是个人 他想看看眼前的年轻人 怎么处理这件事 哥 我杨宗云的女人你们也敢惹 让你们陈经理给我滚出来 这么嚣张的吗 杨宗云 21岁 祥太集团董事会副会长杨叶独子 丸固好色 倒车 喝酒 找女人 和护士南城社会人物陈勇联系密切 两人常年合作进行违禁药物售卖 以造成多起吸食过量导致的死亡事件 董斌只是他的玩物 死活和他也没关系 但现有人惹了他就是不给自己面子 必须要找回长子 一眨眼的功夫 对方的底细已经全部清楚 张小刀不动神色 但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和蒋龙父子的事情肯定不算完 而他的复仇计划也在此刻浮上心头 杨少 给个面子 你也知道这里是圣河地产的产业 要是事情闹大了 我也不好交代啊 要是寿楼处有什么怠慢的 我给你赔个不是 冯先生 我不是针对你 我杨少也算有点明气 但有人太不给我面子了 杨少就是他 出言不许侮辱我 还说杨少买区区一个亿的房子 上不了台面 杨宗云 你爸叫杨叶对吗 你认识我爸 那应该知道我的身份 自己跪下来给我磕三个想头 晚上摆一桌陪醉酒 我就鼓起饶了你 哈哈 好笑 祥太集团股价都暴跌两天了 董事长蒋龙和他儿子还在接受调查 你爸什么身份 即将破产的董事会副会账 你什么意思 冯先生 您这里有什么单独的房间能提供一下吗 我和杨宗云想单独聊下 好的 三楼有会客室 那里没有监控 怎么样 有没兴趣单独聊聊 看你能瞒出什么花样 你最多只有五分钟 你还回来干什么 还觉得自己丢脸不够吗 痛 你们得罪我就是得罪杨少 等会你们别跪下来磕头求我 董斌神清气爽 在他看来 杨宗云出手 张小刀只能乖乖认错 甚至已经在脑海中脑补一会张小刀跪在自己 求他原谅自己的画面 杨少 还是你好 我要让他在护士没有容身之地 哼 贱女人竟然敢骗我 暗地里干着贱不得人的勾搭 还来和我勾搭 还好张先生告诉了我真相 要不然我就被你坑死了 杨 杨少 我是清白的 他污蔑我 董斌你少装了 第一人民医院我也认识医生 需要我现在当一面确认一下吗 张先生 不知道您下午有空吗 如果可以 希望您可以来我家坐坐 求之不得 那董斌 这个女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自便 张先生请 既然不是我们的员工了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我不想再看到他 是 听到没 赶紧滚蛋 你们这么对我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房子的事情我就委托你们了 办好了打我电话 我和杨少还有事 就不耽搁你们了 杨宗云虎头舌尾的一闹 让冯刚摸不着头脑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杨宗云这种顽固 和张小刀谈了一会 就变得这么乖 但他却不知道 此时另外一个地方 杨宗云早已满脸阴霾地看着张小刀 揭穿刻薄卖访你的真实面目后 我和祥太集团大股东的儿子 进行了秘密会谈 祥太集团耐入掌中指日可待 好茶 顶级的名前洞庭碧落春 杨先生真会享受 张小刀 你要见我吧 现在也见到了 你开个价 多少钱能让你闭嘴 张小刀 就是那个坑了老奖三块地 让我们祥太股价暴跌的年轻人 就是我 别看了 我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 要是普通人都能有这种手段的话 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不过你拿着我儿子的把柄来找我 要图什么呢 图什么 我要你手上百分之二十的祥太股权 不知天高地厚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事的 但你以为这样就能为所欲为让我配合你了 我也没这么说呀 我只是告诉你我想干什么 既然你觉得不合适 那我就只能让你儿子坐牢去了 笨 我求你了 我不想坐牢 张小刀 不要在这里唬人 你以为老蒋这么容易救灾了 我听说你说的那些罪名并没有找到实质性的证据 很快他就能出来了 你已经得罪他了 再得罪我的话 可不太明智啊 我听你的口气 似乎是在威胁我呀 你可以这么理解 只要你答应我闭嘴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还可以保证未来老蒋对付你的时候我不参与 甚至还能提点你一下 呵呵 听起来很诱人啊 小伙子 我知道你挺有能耐的 也不缺钱 但你那六十亿转的烫手 你以为蒋龙是谁 他可不单单是个商人 有兴趣可以去查查他的发家事 怎么样 我的提议你接受吗 我一直以为杨先生是个聪明人 要不然蒋龙也不会给你25%的股份 让你当董事会副会账 不过可惜 你太让我失望了 张小刀 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信不信我有能力让你消失 放心 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发现是我干的 真的吗 要么你现在就试试 或许你说的是真的 让我消失易如反掌 但我可以保证 你一定会下来陪我的 你到底想怎样 我说点东西给你听听 记住了 在我说完之前 不要打断我 不 闭嘴 杨业 今年五十岁 二十年前来互事发展 因和蒋龙之间有过敏交情 祥太成立之后 你就进入了董事会 成为了除蒋龙之外 吃骨最多的人 可惜啊 人都是贪心的 杨业虽然没有插嘴 但脸色已经变了 似乎联想到了 十年前 你伙同财务经理斯敦祥太两亿元 而这亏空你家伙给了另一个董事找汗 这人和你不对付 你成绩把他除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别激动 喝口茶 我还有更精彩的呢 五年前 蒋浩和你儿子把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学女生逼得跳楼了 是你擦的屁股吧 东郊王家村附近的那个山头 是不是你们的埋尸地 需要我把详细坐标给警方吗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 我胡说 说这话你一点都不信虚吗 这些都不算什么 都说朋友欺不可欺 可你三年前就开始和蒋龙的老婆徐娟有一腿了 真是看不出来啊 你住嘴 我儿子还在这里 还有 你的名下有一家名为浩瀚金融的公司 注册资金五千万 法人是你亲弟弟 但实际上是你在操作 最近两年 你私自将祥太集团的大订单截取 放到自己的公司操作 杨先生果然厉害啊 杨业瞳孔开始慢慢放大 双拳紧握 嘴唇发白 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最后一件事 护士最大的赌场 背后的幕后老板就是你杨业 够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呵呵 正如你调查的那样 我叫张小刀 今年23岁 家里父母都是普通人而已 千万不要想着拿我家人说事 因为在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都会知道 你不可能这么简单 你到底是谁 说不说 你不说 大不了鱼死网破 鱼死网破 现金存款20多亿 你舍得死吗 这不可能 你为什么知道所有的事情 你查过我 还是在我身边安排了人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的想法 虽然你表现得很惊恐 但是你很冷静 先妥协稳住我 然后再找人干掉我 别想了 我出事后 你的所有秘密 都会公诸于世 包括你儿子 还有你那位在国企当会计的老婆 他可是挪用了不少公款啊 张小刀说完后 果断地离开了包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该死的 他究竟是谁 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些事情除了我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知道 他怎么可能掌握这么多情报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他要是举报我们 我们是不是救完了 要不找人把他给干了 这时杨叶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一下 他拿起一看 是一条新闻推送 八卦在线 网传祥太集团董事会副会长疑似婚内出轨 有人称其与陌生女子进出酒店 目前该事件还未得到当事人回应 笨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这是警告 今晚回去安排一下 你在家里给我消停点 笨 你不会真打算卖股份吧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 我们别无选择 被人砍了七寸 一旦他将这些事情全部抖出来 我们就抖完 把股份卖了至少还能拿到一笔钱 眼下我手中 有股市收来的15%的股票 加上杨叶的25%就是40% 接下来 将其他几个股东全部搞定 手中的股权可以达到55% 到了那时候 蒋龙对我再也产生不到威胁 老杨 没有办法了吗 这一脉可是会出大事的 是啊 这些股权全部被他收去 然后在股市大量收购散户抛的股票 翔太就要溢住了 难道真的没办法阻止他吗 老杨你本事大 想想办法吧 谁让我们底子都不干净 别人捏着我们的七寸呢 还有反抗余地吗 股权拿着也就每年分红 翔太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了 不如趁这次机会彻底脱身吧 这时 爷说门缓缓打开 张小刀笑眯眯的走了进来 几位开会呢 怎么样 商量好了吗 东西都准备好了 但是有一点 钱必须按照现在翔太股价 马上支付给我们 还挺急啊 我们把翔太卖了 将龙不会放过我们的 拿了钱我们要跑路 可以理解 放心吧 前明天会到你们账户 不过记住了 千万不要耍花样 张小刀回到家中 看着眼前的股权转让输 心里美滋滋的 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百艺集团唾手可得 我利用透视眼抓住 翔太股东的把柄 成功收购了翔太55%的股份 成为翔太最大股东 只等将龙出来 翔太就会彻底一煮 好了 两位可以走了 但暂时不能离开护士 关于你们的事 我们还要调查 出结果前 你们的行动会受到限制 蒋龙面色铁青的 带着蒋浩离开了警局 刚出警局 父子俩便被守候在 门口的记者包围了起来 蒋先生 请问这次您和你那儿子 出来是否证明 你们是无辜的 关于张小刀 您会进行报复吗 蒋先生 您进去这么多天 翔太股价暴跌 危机不断 甚至有传闻称 集团将溢注 您回去会第一时间控制 是太发展吗 另外我们希望您告知下 张小刀之前的爆料 究竟是真是假 足足半小时 蒋家父子才在保镖的护送 坐上车回到 翔太集团总部 一帮该死的记者 等我收拾了张小刀 再找他们算账 现在先召开董事会 蒋总 董事会股东 全部失联了 什么 都联系不上了 老杨呢 老杨也联系不上吗 爸 他们难道要造反 哼 他们是看我被炸 以为我不行了 所以都想避开我吧 其他人也就算了 真没想到老杨也会这样 爸 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我看当务之己 还是先想办法对付张小刀 这家伙实在太可恶了 嗯 说的不错 找人去查查他现在在哪里 还要好好查查他的背景 我需要他的一切资料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不好了 董事长 那个张小刀来公司了 什么 他来公司了 呵呵 爸 你看这小子 天堂有路他不走 地狱无门他偏要闯 既然来了 我们就好好招呼他下 不是啊 董事长 少爷 他还找了很多媒体记者来 爸 这小子到底搞什么鬼 你问我 我问谁 话音刚落 办公室大门就被推开 张小刀一脸笑意 带着好几个记者进来 闪光灯疯烁了起来 张小刀 你好大的胆子 怎么 现在翅膀硬了 不要以为后面有人帮你 就能和我作对 蒋少 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过节啊 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呢 该死的东西 还跟我打马虎眼了 你那双眼睛没让你瞎了 真是老天走眼了 哈哈 蒋少 听说警方没证据把你们父子给放了 你这么一说 难道我从楼梯上滚下去和你有关 张小刀是吧 我劝你收手吧 我承认你有点机遇 但说到底不过是投机罢了 你的背景我清楚 想和我斗 你只能是死路一条 蒋龙你以为我是无聊来找你的吗 要是没点把握 我何必过来自取其辱 你难道就不想想 我找了这么多媒体过来 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猜猜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你少在这里装模作呀 张小刀 你的底细我很清楚 你和我们都 凭什么 你算什么东西 张小刀 这里是我的公司 我现在请你马上滚蛋 蒋龙你可真奇怪 这地方明明是我的公司 我的办公室 现在我请你和你的儿子 马上给我滚蛋 你说什么 我看你是疯了 找这些记者来 你是让他们看你笑话的吧 蒋龙盯着桌上的六份文件 眉头越来越紧 额头开始冒出冷汗 张小刀把六份文件的封面打开 股权合同转让书 蒋龙拿起一份文件 脸色开始慢慢泛白 最后双腿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爸 怎么了 到底怎么回事 转让了 竟然都转让了 这些该死的混蛋 杨爷 没想到我和你同甘共苦这么多年 你竟然这么坑我 蒋龙 你也别怪他 他也有苦衷 现在祥太集团的董事长是我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是当个董事 但未来你们手中的股份 总会被我慢慢稀释 第二个选择 就是我按照现在的市价折线给你们 从此以后 祥太和你再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张小刀 我想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如果是我儿子得罪你了 我让他向你道歉 不 我们没什么误会 现在给你十分钟 马上离开这里 不要影响我办公 另外 刚才给你的两个选择 你只有一天的考虑时间 张小刀 你不要太过分 鱼子往破的话 你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无所谓啊 你可以试试 你们还在等什么 现在我是董事长 怎么 都不想干了 把这两个人给我轰出去 保安门对视一眼 琪琪走过去将蒋家父子嫁了出去 十分钟后 各大新闻APP的头条 同时发布了一条惊人的信息 护士上市公司 祥太集团一主 蒋龙父子被赶出 祥太大厦 新任董事长张小刀 将在晚上八点召开新闻发布会 接下来 失去一切的奖号 就成了案板上的肉 只能任我宰割了 就在张小刀思绪万千的时候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喂 刘大美女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刀 我现在在护士 你方便出来带我逛一逛吗 美女邀约 不是荣幸 大小姐 好了没啊 我快累死了 先 都是给你买的东西 你还嫌累 走吧 去停车场 打刀回府 正当他们来到停车场入口时 小刀突然停下了脚步 聚宝街 这是什么鬼地方 你不是什么事都能预料到吗 那你长长眼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不就是古玩街吗 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你不知道的 难道你听过这条街 这还需要听过吗 看派楼风格 还有门口那几家店的风格和名字都能猜出来了 这会还早 离吃饭还有点时间 要不我们进去转转 我和刘若曦相约逛街 路遇一条古玩街 本是一时起信进去看看 谁知竟又遭人白眼 眼间聚宝街里都是一些现代工艺品 我便想招呼刘若曦离开 就在这时 入口出现了一辆麦巴赫 经A66666 车子牛逼 车牌也牛逼 这破地方怎么会出现这种车 这车是燕金的车 里面坐的可不是普通人 韩家园圣宝楼的老板就是他的公家 圣宝楼是古玩店吗 可以这么说 但也不完全是 人家玩的可是真古玩 韩家园圣宝楼是燕金最大的古玩店 而他们的老板同安资产 究竟有多少根本没人知道 这条街尽头的圣宝斋就是他的 我去 还是燕金来的大人物 走 我们过去看看 我看还是算了 京城的人少去招惹 这些人可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别怕 有我呢 既然在店里有好东西 我们就去瞧瞧 两位 请问要进去淘宝吗 你们这儿有什么好东西吗 这位先生 我们城宝斋的总店在燕金潘家园 口碑一项很好 这点您完全可以放心 走吧 进去碰碰运气 先生 要来碰碰运气吗 我们这里的古玩种类 相当集权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带您看看 我随便看看 你不用招呼我 先生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的 我看您和这位小姐似乎是生面孔 如果要在店里挑选物件 需要办理入会手续 办会员 你是认真的吗 我可是头一回听说 古玩店还要办会员才能逛的 圣宝斋是圣宝楼在护士的分店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规矩 先生不信的话可以打听打听 这女人虽然看起来挺客气的 但言语中自带的那种傲气 让人很不爽 还有看我的眼神 像是在看一个香巴了 行 那你给我介绍一下 这会员怎么办的 是这样的 我们的会员分三种 普通会员年费12万8千 但是只能在之前听活动 VIP会员108万一年 可以去内厅淘宝 豪华尊贵VIP会员不是年费值 一次性付清6888万 同时您还需要达到相关的专业水准才行 6888万 这不是抢钱吗 还要专业水准 那这尊贵VIP有什么待遇呢 可以进入我们店的藏宝阁 并且城堡斋的主人会亲自陪同为您挑选宝物 小刀 要不我们走吧 走什么走 真是破规矩一堆 我倒是要看看这店里有什么好玩意 张小刀掏出一张普通借记卡 直接递给了对面的张云霞 张云霞一愣 却不肯接过卡 怎么 普通借记卡是不配在你们这刷卡 先生 不要误会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平时一些客户确实用信用卡的多点 呵呵 超前消费我不喜欢 麻烦你帮我刷两个普通会员的年费 密码六个零 可别刷太多了 虽然里面钱很多 但我可是知道具体数目的 张云霞翻了个白眼 拿着卡快速向后听走去 这女人看着稳重 实际上就是一个视力眼 看不起人 再说了 这股玩店搞得挺像那么回事 不过在我看来 只是图有七表罢了 小刀 你还真的懂股玩 很奇怪吗 这玩意本来就不是什么很高深的东西 小姐 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房 店里来了个二五子 一看就是乡下的爆发户 规矩不懂 还口出狂言 拿着一张借记卡买两个普通会员 还拽着和什么似的 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吧老 就用这卡 估计确实是个爆发户 密码多少侠姐 我查查余额 密码是六个零 你试试 张云霞也将头凑了过去 突然他们面色一变 琪琪愣住了 打头的数字是个六 后面是一连串让他们怀疑人生的零 足足十位数的存款 这怎么可能是普通的爆发户 小姐 我看她不是普通人 我们赶紧把手续办了 把卡还给别人 不然恐怕会惹麻烦 我真是没想到 竟然看走眼了 先生 手续已经办好 现在开始 您可以在前厅随意参观和购买产品了 怎么 不觉得我是土包子和爆发户了 周卫先生 您说笑了 我们是专业的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你们老板赚钱可真容易 两张年卡会员就将近五十万了 不过这前厅东西 大部分都是些不值钱的垃圾 少部分有点历史价值的 也远远配不上这天价会员费 先生 您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眼间圣保楼您去打听打听 您这样我们可以告你诽谤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告你啊 私自查看我的银行卡余额 难道是你们老板教你的 先生 你不要胡说 胡说 你们办公室有监控吧 现在去调一下监控不就一目了然了 爸 圣保斋还有人敢来闹事 这不是挺正常 这年头不长眼的人多的是 得 过去看看 到底是拿路神仙过来找死 你倒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还是你看我没背景好欺负 我们成保斋一事同仁 从不会欺压任何人 会远制也是你请我愿的 这位先生这么多多逼人 难道是我们有什么事得罪了你 我去 这不是圣保斋的主人冯先生吗 得罪了冯德凯 我看这小子要倒霉了 我叫冯德凯 是这里的主人 不知道这位先生大动肝火 是我们的服务不到位吗 冯德凯正欲发难 他身边的年轻人露出了惊喜之色 若曦 是你吗 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冯强 好久不见了 不过我和你不是很熟 还是别叫我若曦了 原来是留家千金 你爷爷最近身体怎么样 我可是听说前不久他差一点出事 谢谢冯叔叔关心 爷爷没事 不过你和这位先生好像认识 虽然我和你爷爷有些交情 但他在我店里胡闹 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若曦 这件事肯定和你没关系 我估计这小子又是你哪个 不知天高地后的追求者吧 也不照照镜子 冯强 你说话注意点 他是我朋友 想开点 癞蛤蟆别老想着吃甜了肉 不是你有钱有事 就能得到爱情知道吗 你算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 燕京圣保罗的太子爷冯强 今年25岁 性格乖张 在燕京是出了名的顽固子弟 那你难道一点不怕吗 我怕你个锤子 你说 我要是把你那些小女朋友 曝光给媒体 他们会不会感谢我呀 冯强顿时一脸惊恐地 看着张小刀 张小刀慢悠悠地 将鸭舌帽摘了下来 这不是张小刀吗 我说刚才看着眼熟 这可是现在的风云人物 和逢家小少爷起冲突 绝对有好戏看 我被陷害从楼梯滚落眼睛受伤 净意外获得透视能力 股玩店被店员小去 我直接亮出银行卡60亿存款 还和股玩店老板定下赌约 打算利用透视眼很赚一笔 原来你就是张小刀 少年初英雄 你的事我也看了 确实挺传奇的 短短一个月 从一个平民百姓 到如今坐拥一个集团 确实是奇迹 不过这不是你在这里闹事的依据 我说你怎么有事无恐 你竟然是张小刀 真是和传闻的一样 目中无人 怎么 搞定了一个护士三流集团 拾了蒋龙的面子 你觉得有和我们叫板的资本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闹事了 明明是你的员工 窥探我的隐私 怎么颠倒是飞起来了 真是电打极客呀 胡说八道 你过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说下 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张云霞吓得浑身发抖 满头冷汗 呵呵 冯先生这是干嘛 看把你员工吓的 我建议现在报警 然后调去你们办公室的监控 这样总公平了吧 你下成这样干什么 冯先生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这位先生是来闹事的 所以 所以好奇之下 让刘会计查了一下 他的银行账户 但我绝对没有别的操作 结果呢 结果 结果他银行账户里 竟然有六十多亿现金存款 你可以收拾东西管了 去财务拿钱 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先生 求银了 帮我求求情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确实有点本事 怪不得刘家的千金 对你这么上心 不过这天到底有多高 但有多厚 恐怕你还不太清楚 据我所知 这一次你将蒋龙得罪惨了 怎么样 难道你不怕他的报复 朗朗乾坤 我在华夏大地上 他怎么报复我 怎么 冯先生这话是对我们华夏的 执法部门表示怀疑吗 哼 你少用话套我 你以为蒋龙会就此罢休吗 若曦 我和你爷爷交情不错 我奉劝你还是离他远点 对啊 若曦你听我爸的 就算你对我没感觉 也不应该和这种人搅合在一起 他一看就不是傻好人 冯叔叔 我和张小刀的交情和我爷爷无关 我交朋友全品本心 我会受到外界干扰 张小刀 你算什么东西 我现在马上请你滚 我爸是这里的主人 还轮不到你撒业 则则则 没想到 这么大的圣保斋 竟然赶人走 我可是付了会员费的 会员费我可以马上退给你 能不能成为这里的会员 不是你有没有钱 关键还要看我到底答不答应了 这么垃圾的古玩店 竟是些假货 这回原费也收得下来 真是太不要脸了 张小刀你是在找死 懒得和你费口舌 我的员工我也让他滚蛋了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请便吧 老冯 这就赶我走了 张小刀 你不要太过分 注意你的言辞 老冯也是你叫的 你还想干嘛 别这么紧张 不知道冯先生有没有兴趣 和我赌一把 赌一把 赌什么 你们开古玩店的 店里不可能全是真货 有些东西真假 甚至连你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又如何 古玩形象来如此 除非是谈妥的交易 要不然能不能减漏全凭本事 这就对了吗 不是 半小时 给我半小时时间 我在你们店里找出 实践价值超过500万的物件 如果我赢了那些物件 全归我 同时你还要支付我20亿赌资 爸 我看有阴谋 不能答应他 行呗 你不愿意就算了 没想到 冯先生也会怕输 哼 年轻人 你知道吗 古玩可和做生意不同 或许你能通过一些手段 将你的商业对手解决了 但古玩可不是这么回事 冯先生 我可没逼你应战 你要是怕输着了你的面子 那大可不必接受这赌局 我反正小人物一个 输了大不了损失点钱而已 爸 这小子这么不知死活 我觉得就给他好好上一课 而且现场这么多人在 也不怕他甩赖 好啊 既然张先生这么有雅性 我就陪你玩玩 外界把你传得神呼其神的 我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 小强 反正今天我们的事也办不完了 你去把王教授找来 对了 顺便将广城古玩协会的尹教授也叫来 还有给我把护士媒体全部找来 哈哈 张小刀 到时候输了可别怪我们欺负你 我要是输了自然不会耍赖 倒是你们 可别被我找出太多的假货 就恼羞成怒 你们是大佬 我可是小人物 经不起你们折腾 张小刀 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人都已经到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随时都可以 既然冯先生这么急着给我钱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会让你哭都没地方哭 不知天高地后 冯少爷不用担心 老头子我从业这么多年 研究古玩的 在五十岁以下都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这小子就是在过弄玄虚 等会就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哈哈 王老 你可不要大意 张小刀 最近的事我也听说了 你还是小心为貌 万一阴沟里翻船可就丢人了 尹小姐 算起来你也是我的后辈 捞了一个护士古玩协会会长的头衔 挂着一个教授的头衔 就不要在这里要舞阳威了 王老 时间差不多了 尹教授是我请来做公正人的 大家都是自己人 不要伤了和气 行了 这就开始吧 没有问题 现在开始倒计时 前厅作为圣宝斋对外交易最基础的门槛 这里有共计一万两千零三十六个物件 张小刀 就看你本事了 冯先生 我劝你还是去准备钱吧 如果我估算不错 一会你输的短时间内二十亿可不好拿呀 哼 灵牙利齿 赢了再说吧 开始 张小刀闭了一下眼 随后快速睁开 眼中出现了一排排信息 明代青花瓷 现代工艺品 护士天方工艺品厂生产 生产日期2023年7月18日 价值12元 清代烟斗 民国房品 出产于烟金攀家园 年份98年 价值2080元 张小刀只用眼睛看 根本不动手 本来以为这年轻人或许真能创造出奇迹 现在看来 恐怕不带药书 还会自取其辱 这人一看就是外行 他是来搞笑的吧 果然用看的能看出来什么 我还以为他能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确实外行 从来没听过有人用眼睛看就能见宝的 我看这家伙根本就是以为冯德凯不会答应 故意在装逼 这不用看了 这小子输定了 要是眼珠子 能看出什么是宝贝 我把这里的东西都吃了 若曦 这次你看走眼了 这小子要出丑了 刘小姐 这人就是个骗子 你年轻容易被骗 一会我就让你看看他的真面目 小子 看不出就不要在这里装了 你直说我可以免费给你讲解下这里所有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就一定看不出来 看 用眼睛看 你是把这里的人都当傻子了 你根本就是个外行 华夏文化五千年 博大精深 你不知道的东西多了 古玩也不是现在就有的 用眼睛健保怎么了 你没听说过也不代表不存在 睁开眼好好看着 小爷带你长长见识 张小道 你自己看看 还有十分钟 你连十分之一都没看完 你怎么赢 我看你还是认输吧 冯先生是有身份的人 或许不会为难你呢 张小道 要不你现在认输 你叫我医生爸爸 我放过你 你们非什么话 这不是还有十分钟吗 这么急 放心 时间一到我一定会让大家看到结果的 张小道说着 速度突然快了起来 在一个柜台里拿出了一块暗黄色的石头 又陆续取出了一枚钱币 一幅山水画和一个小方盒 最后拿出一条黄色毯子一样的东西 这可是我专门找人鉴定过的 根本不是谷物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后 怕是要付出代价了 你挑完了 对呀 挑完了 有什么问题吗 我还以为你真有本事呢 果然是个门外汉 值钱东西那么多 可惜你眼力不行 则则则 看来胜负已定了 这年轻人太狂妄了 看到没 草包就是草包 强行中逼死路一条 根本就什么都不懂 非在这里冲专家 那五件蛮衣要是能超过十万块 我逢强给他下跪认错 希望逢少能记住这句话 一会万一输了 可别耍赖 刘若曦 你一定会后悔的 张小道 你还磨蹭什么 时间已经到了 是不是故意拖延时间 张小道 差不多可以了 拖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这五个物件 这五个物件都是你挑选的 给大家讲解讲解吧 让我们也开开眼 你都挑了些什么玩意 老家伙 你现在跳得坏 一会被我打脸的时候 可要站稳了 出点什么事我可担待不起 贪 只会成口舌 我懒得理你 开始吧 要不然就自己认输 老王 你是教授 要不我们单独加点赌注 赌注 你什么意思 呵呵 你这么质疑我 我得给你上一课 让你们这群没见识的土包子 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隔空健保 这五件东西 但凡有一件价值不超五百万 我认输 我卡里六十亿 包括护士的祥太集团 全部给你们 从此以后 不在公众场合露面 如果要是我赢了 王教授 亲自下跪向我认错 并且脱离圣宝斋 从此以后 拜我为师 怎么样 老王 赶完吗 王教授 答应他 他 既然你自己找死 我今天就叫你做人 不要浪费时间了 开始吧 接下来我要开始健保了 大家一定要集中精神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张小刀走到第一块石头边 拿起工具刀 向着石头边缘切了下去 石头里面露出了一抹暗红色 则则 看来我运气不错呀 这玩意看起来 像是一个罕见的邪语 以橙色来看 价值不下一千万 不过可惜 要是能再大点 起码能卖五千万 看 都是运气 张小刀冲耳不闻 拿起铜钱用刮刀刮了起来 铜钱焕然一新 则则则 果然没看错 这可是九碟黄送通宝 这玩意可是稀罕物 现今世界留存可不多了 没想到这里会有 圣宝斋果然名不续传啊 爸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先看看 不管怎么样 那块黄不绝对是个普通物件 他输定了 第一次可以说是运气 那这一次呢 则则 运气真好 这没铜钱恐怕得八百万起步 张小刀 一共五个物件呢 而且你这些东西都还没有经过专业鉴定 都是你自己在说 输赢还未定呢 接下来张小刀又开出了明朝山水画和唐朝九龙玉冠 传说中唐代五帝的陪葬品 假 九龙玉冠 这怎么可能 杜可能 绝对是假的 你肯定做了手脚 假的 这不是你们店里的吗 杜可能 这东西我当初研究了半天都没发现里面有东西 一定是你做了手脚 我看还是算了 到此为止吧 你们输不起啊 各位媒体朋友 你们一定要如实报道 燕京圣保罗冯德凯先生 您怕输而中途反悔 张小刀 不要危言总听 我反悔 还有一件物品 你开不出来还是你说 张小刀走到那块黄布前 乍一看还以为是唐代佛教的东西 难怪你大老远从燕京跑到这里 不过可惜啊 白跑了一趟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来护士是为了这块布 张小刀将布撕开 一块金黄色的四方形布快出现 上面画满了众人看不懂的文字 这可是清代乾隆爷御用之物 也是佛门至宝克斯陀罗尼金贝 张小刀 你也不算权威 你说他是克斯陀罗尼金贝也没人信 那也容易 各种古玩鉴定 还是一名佛学院研究生 他的老师是杭城林隐寺的助持空的大师 这经被让他过一眼就行了 他 尹教授或许算是年轻人里面对古玩 又很深造诣的人 但他懂佛学 我怎么没听过 没想到张先生年纪轻轻知道的还不少 冯先生 这块金贝我确实可以做鉴定 其余四个物件 文物协会里几名权威的老师傅都在 让他们来进行验证吧 尹小姐我信得过 那就开始吧 世界也不走了 剑宝石现场一片安静 王教授额头一片冷汗 冯德凯父子也是紧皱眉头 各位 经过我和三位老师的鉴定 之前那四个物件和张小刀说的一般无二 不但都是真品 而且价值连城 单件物品远超五百万 至于这块金贝 我刚才电寻了我的老师空聊大师 这确实是传说中乾隆爷御用的那块克斯陀罗尼金贝 价值连城 这可是权威鉴定 看来这场赌局是我赢啊 不过老冯你可以再找人来鉴定下 可别说我欺负你 爸 这肯定有诈 闭嘴 银小姐不会有错的 是我们输了 既然是我赢了 那就履行莫言吧 放心 我冯德凯不会赖你区区二十亿 是我 马上准备二十亿现金到我的个人账户 十分钟没必须到账 老王 是不是该行办失礼了 张小刀 你都赢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多多逼人 我可没说过我是什么善茶 你要不履行赌约我也没意见 这么多媒体在场 他们可算是有炒作的话题了 四周闪光灯疯狂闪烁了起来 王教授颜面尽失 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 然后离开楼梯摔下去后获得透视能力 意外获得范文金背后 透视眼竟然又升级了 从我离开圣宝斋开始 眼睛就总有刺痛感 这块金背好像有一股诡异的气息 在持续刺激我的眼球 张小刀拿出了那块金背 打算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金背被金光笼罩 好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跳出来一条视频广告 视频中身穿黑带道服的男子 正在大展身手 但落在张小刀眼里就像是慢镜头 全部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双眼已升级完成 激活功能 复制技能 复刻技能 跆拳道 类别 格斗术 级别 黑道九段 完成度100% 就在这时 张小刀感觉一股神奇的力量 在体内扩散 身体瞬间充满了力量 虽然有看透一切的本领 但却没什么自保能力 只能利用看到的东西规避风险 有了这项复制能力以后 一切都会变得不同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张小刀都在不断地实验着 眼睛的新能力 很快其中的奥妙 就被他完全摸透了 我每一次用眼睛复制 详细的信息就会出现在大脑里 但我也不能无限复制 同时拥有的技能不能超过九个 超过九个后 就能有选择地覆盖掉一个技能 张小刀低下头 开始回顾自己最近的经历 以前的仇报了 还认识了刘长生 就算是冯德凯这种角色 我现在也不怕 但自身实力在强 终究只是孤身一人 接下来我要不断让自己变得更强 然后开始着手 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 张小刀打开手机 看到了一条来自两天后的八卦新闻 今日要完 最新消息 护士古玩协会现任会长 银雪邀请华夏天才少年张小刀 共进晚餐 各界纷纷猜测 护士大才女是要老牛吃嫩草吗 银雪要找我 这可是个妖女啊 别人不知道她的背景 我可知道 喂 大美女 怎么了 才分开多久就想我了 去你的 你脸真大 是我爷爷要请你吃饭 不会是要帮你提亲吧 张小刀 你别胡说 今晚七点 同天府大酒店8888包间 你可准十点 我爷爷要给你分大礼 不得了啊 亲自在这里等 尤长生凭什么这么看重这年轻人 张小刀可不是小人物啊 你们想想他最近做的事 特别是这几天圣宝斋的事 冯德凯回了京城声音都没了 今天我在这里宴请张先生 同时还有一个重大决定要宣布 天目集团还有集团董事长陈山水的个人资产 包括一些不动产 已经被我以200亿价格拍下 今天我在这里宣布 这所有的一切 我都将无偿赠送的张先生 这 刘先生 您是认真的吗 不错 张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年轻人 之前我已经注资100亿入股他的公司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在未来我们将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这份厚礼是他应得的 刘董 你太客气了 哈哈 张先生 以你的才能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不要有心理压力 这些东西是我心甘情愿送给你的 时候不早了 走 我们进去边吃边聊 刘长生这是大手笔啊 但这个人值得他花这么多钱贵舔吗 你懂啥 人家眼光还能没你好 你看看冯德凯多惨 得罪了他的人 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你们没听说吧 已经有风声放出来了 这家伙就是那些大佬的灾心 赫磊 交给你的任务办的怎么样了 冯先生 您交代的是我已经查过了 目前去苏城和护士的人已经全都回来了 但是 但是什么 昆吞吐吐的 没吃饭 是这样的 他不是护士人 只是苏城农村人 父母都是农民 一点背景都没有 千真万确 而且宋家的人也在调查他 秦二爷那边也一样 调查结果也是一片空白 混账东西 还给我摆龙门阵了 这小子 我要是不扒了他的皮 我冯德凯还要在京城混吗 冯先生 办法不是没有 只是有点损 万一被发现 你说就是了 据我所知 他父母目前在乡下乌龙 似乎也不知道 儿子已经出名了 我们可以派人去乡下 找他父母 只要把人抓来燕金 还愁张小刀布 乖乖束手就行 好办法啊 我是混了太久 上流社会了 都忘了我们冯家 是靠什么齐家的了 你现在就带人去弹 记住了 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被人发现 小强也不行 他这性格 知道了肯定会坏事 少爷最近脾气可不好 昨天在皇朝 甚是包下了这个酒吧 还给全场买了单 也是一种发泄方式吧 花钱能让他快活点的话 就随他去吧 最近千万别让他给我惹麻烦 冯先生放心 我会找人看好少爷的 银小姐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来惹张先生不开心了 说吧 找我到底什么事 张先生 这里说话不方便 如果你有兴趣 或许可以给我几分薄面 今天晚上七点 我派人来接你 我也挺好奇的 你找我到底要干嘛 可以 我等你来接我 我以护士古玩协会会长的身份 对你发起的邀请 今天已经在我的私人社交账号上 发了动态 劲爆 护士古玩协会美女会长 私会张小刀 并且在其社交账号公开 邀请张小刀共进晚宴 根据最新消息 张小刀已经答应赴约 今晚七点 银雪江派车亲自去接张小刀 这女人来头可不小 18岁在港岛认识万里派卖公司 董事长蒋胜 之后就给她当了小三 现在名义上是古玩协会会长 其实是借助这个身份 帮奖胜收集宝贝 她手下还有一个考古队 说是考古队 其实是个非常专业的盗墓团队 意外获得透视能力 古玩店健宝或古玩协会美女会长青睐 美女会长邀请我共进晚餐 然而另一个富家千金竟吃起了醋 刘小姐 刘小姐 我们这么生分了吗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叫我的 啊 那我要怎么叫你 你晚上要去赴约 这 尹小姐找我有事要谈 找你有事要谈 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 鬼迷心窍 这话从何说起 什么从何说起 我知道我除了年轻 什么都比不上她 人家成熟端庄 又有女人味 比我强多了是吧 刘小 嗯 啊 那个 若曦 你别误会啊 她说找我有事要谈 那天在圣宝宅人家还帮我说话了 我不能一点面子都不给人家呀 那你就要赴约 大晚上孤男寡女的 你看到网上的言论了吗 全都在说你们俩有事 说她要老牛吃嫩草 还有你知道她什么背景吗 若曦 你别激动 她怎么想我不知道 我反正是有事就谈 没事立马就走人 至于网上那些言论 就随她去吧 我也没办法封住他们的嘴 我不管 谁知道她要对你做什么 要么你别去 要么我陪你一起去 若曦 我肯定是要去的 我总得看看她找我干嘛 再说了 你见过我吃亏吗 退一万步说 我对她根本没兴趣 去也可以 你得带我一起去 我得看着你 防止你犯错 但你却得有个正当理由啊 若曦 你得想清楚 我一个男人无所谓 但外面流言蜚语一起 对你影响可是很大的 不就是正当理由吗 这还不简单 你想干嘛 不就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吗 这有什么难的 张小刀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只要有正当理由 必须搭我一起 她这是怎么回事 张小刀打开手机 一条未来两个小时的大新闻 赫然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好家伙 竟然玩这么大 劲爆 刘长生孙女刘若曦 独自进入张小刀房间 40分钟后匆匆离去 有人拍到其从酒店离开时 面色微红 头发凌乱 很值得戏揪 突发 半小时前 网上曝光一组消息 刘家千金逆会张小刀 进入其房间 长达40分钟才离开 网友纷纷称 冰山美人融化了 这些新闻虽然劲爆 但最让张小刀震惊的 还是一小时后的一条特大新闻 震惊 5分钟前 刘若曦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 发表声明 正是官宣自己和张小刀 是男女朋友关系 同时表示 双方第一次见面时 就情投意合 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这姑娘竟然会这么大胆 难道我的魅力 已经大到让对方 无法自拔的地步 银小姐 恕我直言 您单独约张小刀见面 这件事蒋先生知道 一定会很不开心 现在舆论还搞出这么大时段 您还是要三思 我挺羡慕刘若曦的 敢爱敢恨 还有权利可以自由选择人生 我差远了 银小姐 蒋先生对你这么好 这是整个港岛都知道的 你难道还不满足 岂只是港岛都知道 全天下都知道 我是个小三 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 喂 达令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银姐 你干的好事啊 我供你上学 让你学本师 一个月给你一百万生活费 你还不满足 蒋先生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当年要不是遇到你 我早就在港岛饿死街头了 哼 你少和我说这些 你和张小刀的事 你最好给我处理好 不然的话 咦 还有那个张小刀 一个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银玉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 这么多年 我顶着小三的名头 对无数人指着鼻子戳几两骨 我说什么了 就这点舆论风波 你就受不了了 哼哼 蒋先生 我不得不说你老了 你不如张小刀 而且他比你年轻的时候厉害太多了 银姐 汪音负义 你这是在找死 我会让你知道和我过不去的下场 还有这个叫张小刀的 你说他比我厉害 哼 你会为他的死感到内疚的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他的对手 现在是下午三点半 距离赴约还有不到两个小时 可是这新闻和我刚才看的完全不一样 我竟然嘎掉了 而且时间就在今晚 晚上十点半我带着若曦离开银雪家后 竟然被人做掉了 若曦也被人弄晕了 张小刀心中胆寒 自己看似一帆风顺 但其实行走在刀尖上 但他看到最后 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刘若曦在我被打后 竟然公开宣布将终生不嫁 还拿出十亿悬赏金捉拿凶手 就在张小刀感慨刘若曦情深意重的时候 眼前莫名浮现出了银雪的身影 他不禁浑身一震 这件事里你扮演的什么角色呢 我真想知道 你这么漂亮的外表下 隐藏着什么阴谋 连我也要算计 张小刀闭上了眼 平息了下怒火 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很清晰了 过分的仁慈只会让自己嘎得够快 如果有必要 我会让包括银雪在内的所有人 申败名利 你还真是飙啊 怎么了 我难道很差吗 快下来 我今天穿了高跟鞋 你开车 行 你等我下 这女人看得高冷 实际上却是敢爱敢恨 若曦跟着我会有很多危险 不过只要我不死 你一定不会有事 刘若曦还没反应过来 车子已经停了下来 张先生 我都说了来接你 怎么还自己开车来 尹小姐这么出色 是多少人的梦中情人 我可不敢让你来接 万一回去的时候 被人报复可就得不偿失了 张先生说笑了 比起刘小姐还是差远了 很少女孩有她这种胆量 张先生 您可要珍惜 哈哈 这是自然 准备一下 哪个女的不能伤当 但是男的必须让她消失 意外获得透视能力 古安店健保 或古安协会美女会长青睐 美女会长邀请我共进晚餐 谁知竟是一场鸿门宴 来 随便做 随意一点就好 张先生 今晚喝点吗 1962年的罗曼尼康帝 全球不超过100平 尹小姐倒也是舍的 您和刘小姐都是贵客 而且我很佩服她的胆量 好久就要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分享 不是吗 尹小姐 您在圣宝寨出手相助我和小道都很感激 不过我们之间似乎不能算是很好的朋友吧 果然 不管什么年龄 但凡是两个漂亮女人在一起 总能弄点火料味出来 今晚过后就是了 感谢两位赏脸 我先干为敬 尹小姐 差不多该进入正题了 这次你找我来不会只是为了请我吃顿饭吧 怎么 这么急 尹小姐 没想到你都一把年纪了 还对年轻人这么感兴趣 可惜 我们家小刀可是喜欢年轻的 张小刀 想不想发财 发财 我现在不缺钱 短短不到一个月 出去向太极团和刘董送你的那份好礼 你自己的现金存款起码已经达到了100亿 不过我说的发财 可不是区区100亿 张小刀突然靠在了椅子上看着银雪 怎么了 这么看着我 你的小女朋友可在边上 你胆子也太大了 尹小姐 你可做好了 故事会开始了 喜耳恭听 有个女人名叫尹春花 从小生活在大山里 偶然一次机会偷渡去了港岛 因为家里祖传的健保记忆得到了港岛商会会长蒋盛的青睐 就这样 她在港岛古玩界大放一彩 最厉害的是 蒋盛的原配夫人恨死她了 却敢怒不敢言 张小刀说到这里 看向银雪 银雪满脸恐惧不安 时过境迁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尹春花上了年纪 面临着被抛弃的窘境 哦对了 尹小姐盗墓的勾当可是折兽的呀 银雪 哦不 我应该叫你尹春花 这罪名可是很大的呀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我叫张小刀 华夏苏承人 今年二十三岁 这些你们不是都知道吗 不 你不是 不是就不是吧 但你是不是死活查不到我的真实背景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又摸不清我的底细 是不是很气 把我叫这来 是想利用我拉回蒋盛的心 嘖嘖嘖 这要换了普通人 今天可就没命了呀 你 你怎么会都知道 还有 什么叫你会没命 我可没想过要你的命 是吗 你不想让我死 可我会因为你的算计而死 这算不算是你害了我 小刀 怎么回事 有人要杀你 别担心 没事的 小刀 我可以保证 我没有想杀你 可你想利用男人的嫉妒心 让蒋盛重新重视你 或许你不想杀我 但蒋盛此人心胸狭爱 牙字必报 据我所知 在他年轻时 因为和他争风吃醋 无缘无故消失的人 就有十个以上 你怎么会了解得这么清楚 呵呵 我知道的事情还多的是呢 你想知道吗 比如蒋盛派来监视 保护你的那个小伙子 他就挺喜欢你的 我一个情长老手 早就能看出来 他对我的爱慕 只是我几次试探 他都不肯上钩 特种部队退下来的人 定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可这个张小刀 怎么会知道 我在想 要是把这件事告诉蒋盛 是不是会很有意思呢 张小刀 你别乱来 怎么 怕出事 我倒是觉得 这小年轻还有利用价值 你是觉得现在暴露 他就太浪费了 要是能让他上钩 然后再让蒋盛知道 嘖嘖嘖 这后果想想都刺激啊 张小刀 你可以帮帮我吗 帮你什么 回到蒋盛身边是吗 我有什么好处 而且你本来就在算计我 还想让我帮你 张小刀 你信不信 我一句话 今晚你走不出这别墅 是吗 帝君 前特种部队的狙击手 你是不是在想 只要你想 我的脖子随时会被他凝断 你怎么会知道 这你就不要管了 只是银血 蒋盛把你作为棋子安排 进古玩协会 最终的目的却是文物协会 是那些严禁交易的国宝 这可是大罪啊 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你该问的 你只需要知道 他对你已经失去了耐心 你再接触不到文物协会的人 就要被抛弃了 要不我给你一条生路 你什么意思 放弃荣华富贵 跟着门口那个小奶狗远走高飞 他穷是穷了点 不过可以保你无恙 张小刀 你这是在找死 小记 张小刀想对我无礼 银血话音刚落 以季军为首的十多名保镖就出现了 才三十岁 竟然看上的老娘们 我都替你父母丢人 张小刀 你敢对银小姐无礼 今天别想离开这里了 什么对他无礼 你本来不就想要我的命吗 要怪只能怪你惹了蒋先生 不过你放心 我会让你很痛快地离开这个世界 可惜了 你完成不了任务 张小刀与毙 门外就响起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两束强光朝着季军射去 他的眼睛转战致毛 都老实点 抱头不许动 不好意思 你的人已经全部被控制 希望你不要乱动 大小姐 张先生 让你们受惊了 阿诚 你怎么会过来 是张先生下午的时候通知我的 还好张先生洞察先机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报警把我抓了吧 反正这日子我早不想过了 本来就不是你该过的生活 一切都是靠我的努力得来的 凭什么我不能过 季经 你不是军人退役的吗 你个脑种 你不是喜欢我吗 你救我啊 救了我 我就是你的 殷小姐 您不要乱说 您是蒋先生的女人 坐 胆小鬼 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敢坦白 算了 活该你单身一辈子 这女人可不简单 这种苦情戏 不过是想脱身而已 但我今天还真就不想把她们怎么样 哎 我这人心软 倒是可以放你们走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们可以走 但必须一起走 我看小季对你一往情深 就成全你们 不过你们必须离开护士 你说的是真的 我从不骗人 看什么看 小心我改变主意 张小刀 你放我一条生路 情义我记住了 放心吧 我们今晚就会离开护士 张先生 那个叫小季的是个高手 而且那个女人 我总觉得有问题 这样放了她们真的可以吗 不放能怎样 我们又不能把她们怎么样 要是报警的话 我的气出的就不彻底了呀 我就知道你一定又有什么坏点子了 还是你了解我 意外或透视能力 利用透视能力 把想害我的人耍得团团转 阿长 帮我联系一下蒋上 我要告诉她 她的手下和阴血私奔了 不知道这顶绿油油的帽子 她能不能满意呀 小刀 这么做真没问题吗 万一有麻烦的话 阿长 能做到打电话的时候 不让对方查到任何信息吗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在国内都能用虚拟的电话 来隐藏自己真实的电话号码 如果大人在港岛 就更查不到是谁打的电话给他了 只是 怎么了 你是不是想说 以蒋上的身份 你很难搞到他的联系方式 是的 张先生 像蒋上这样的人 私人电话起码超过了十个 就算能查到 也不知道他今天用的是哪个 这是银血的手机 通话记录里绝对有蒋上的电话 你就照着这个打就行 先生 银小姐的电话关机了 我们暂时联系不到他 亨蛋 为什么季军也失联了 阿龙 你派人去内地查查 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先生 我得到的消息是 银小姐在护士的住处人去镂空 而张小刀等人安然无恙 至于季军和银小姐去相不明 看 真是长能耐辣 这个贱人 现在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我倒要看看他想搞什么鬼 怎么是个陌生号码 我这个手机知道 电话号码的人 绝对不会超过三个 可现在这个号码 不但是陌生号码 竟然还是来自内地的 先生 我来帮您接吧 问问清楚对方的来路 还有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喂 你是秦龙 我要找的不是你 是蒋上 让他接电话 你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 蒋先生公事繁忙 恐怕没时间和你谈 我可以向他转达 呵呵 秦龙 你少玩花样 想找人查电话来源 别枉费心机了 我敢打还怕你查吗 你不会这么天真吧 你到底是谁 有什么目的就开门见山的说 别紧张 这个电话只是想告诉你们 一点有趣的消息 我想蒋先生一定会有兴趣的 先生 对方和您直接对话 说是有你感兴趣的事 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 我要查你易如反掌 哈哈 真是霸气 不愧是港岛排名前五的大富豪 不过可惜 真是可惜啊 全是滔天又如何 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真是可笑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自己最得力的助手 和自己的女人跑路了 你说这是是不是挺搞笑的 你说什么 蒋先生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你难道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的左右手继军 和你的相好银血有一腿背 现在他们已经离开护士 怎么样 是不是挺感谢我的 别客气 男人嘛 头上多少都得带点驴 混账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哈哈 蒋先生这么有能耐的人 自然有的是办法查我 您慢慢查吧 哦对了 我得提醒你一句 如果再不抓紧时间 他们俩可就出境了 先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方是什么人 用了变声器 我听不出来 不过你马上帮我查 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要查出来 令外派人去内地 通知下去 几军已经叛变 如果见到 让他消失 先生 我知道了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如果见到银血 不要带来见我 把他带去东南亚T国分公司 我要在那里见他 张先生 人就这么放跑了 会不会有危险 刘董 您放心 张先生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明天等着看好戏就行了 阿诚的兴气可不是一般的高 看他现在这个态度 这是彻底被张小刀的个人魅力蛰伏了 阿诚 你这么肯定 刘董 我一般不下结论 张先生的本事让人叹为观止 要不是他提前掌控了一切 我今天也不能这么及时顺利的救场 阿诚 别吹我了 不过刘董 我有个事情要请你帮忙 爷爷 是这样的 小刀要把银雪和季军的事情捅出去 但他和媒体的人不熟 张先生 您的意思是 要把这件丑事曝光 没错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港岛有名的花花大叔 号称一生月女无数 现在顶着一片绿油的大草原 那不是挺有意思的 爷爷 你就答应吧 不然我自己找那些媒体去 若曦你这是干啥 我也没说不答应啊 瞧把你急的 我这就让你爸去联系记者 然后找人买水军 保证让全国媒体爆炸 张先生 事情办妥了 最多一个小时 这条消息就会出现在互联网各大媒体和一些八卦网站 你就等着开戏吧 蒋先生 出大事了 大事 什么大事 这里是港岛 还在我蒋盛的家 谁敢来闹事 不 不是有人来家里闹事 是网上的媒体 网上的媒体 你什么意思 蒋先生 您还是自己看吧 网传港岛大亨蒋盛红颜知己已出轨心腹寄军 目前两人已私奔 有消息称 他们即日将离开华夏境内 从此远走高飞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蒋先生 这是五分钟前开始出现在网上的 但仅仅五分钟 搜索指数就已经达到了五千万次 我们 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了 我是要听你说这些吗 你们这些扑街仔 养你们有什么用 先生 您息怒 这件事发生的很突然 我们已经在找人查询消息源头了 要多久 要是查不出怎么办 那些该死的港媒 会错过这个黑我的机会吗 先生 您放心 我们会动用一切力量给港岛媒体试呀 续可靠消息称 银雪和继军二人在边境某旅馆内身亡 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小高 这难道也是你计划好的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这件事可和我没啥关系 他们很明显是自相残杀嘎的 之后你们看新闻就知道了 不过这么一来 蒋生绿帽子头衔算是坐实了 港城绿帽王啊 接下来他会有大麻烦 他们两个出事嫌疑最大的就是蒋生 真不是你干的 跟我没关系 也没人会怀疑我 这里面压根就没有什么事 不过这一波 我要是不赚他几十个亿 可就对不起老天爷给我的这个机会了 张先生 您是不是又有什么计划了 计划倒也没什么 但可以透露一个信息给你 张先生您说 半小时后 关于银雪两人的死讯传遍全国后 蒋生就会陷入无尽的舆论风暴 他们万里集团的股价也会开始暴跌 这个过程大约20天左右 20天后股市开盘 别误会 我可不想暗中吞了万里 体量太大 我吃不消 但赚个百八十亿花花 我还是挺有兴趣的 如果刘老有兴趣一起玩 什么时候抛售等我消息就行 您这是要借这次机会扫他的股票 不错 刘董 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 前后大约40天左右的周期 利润率在120%左右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兴趣 张先生 看来这次刚倒的这位风云人物 怕是要在您手上吃大亏了 真想不到 事情竟然会演变成这样 蒋盛这样的人物也会摊上这种事 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没的呢 爸 你管这么多干嘛 张小刀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之前尹雪这个女人和张小刀不清不楚的 结果宴请张小刀那晚突然就和蒋盛手下私奔了 蒋盛被戴绿帽子不说 还成了嫌疑犯 我怎么觉得这手法很熟悉呢 爸 你什么意思 张小刀 张小刀 你的意思是他干的 这不可能啊 越是不可能的越有可能 他最近和刘家人形影不离 不简单得很 不行 这个货还必须要抓紧除掉 冯先生 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 张小刀父母所在的阳村 我已经摸清底了 随时可以动手 雷叔 你听好了 如果可以 让他父母消失 但是张小刀这个人得留着 我要亲自让他感受下 什么是痛苦 雷子 你别听小强的 未免夜长梦多 趁这次机会把张小刀彻底处理了 小刀 我就快要回广城了 是不是舍不得我 我舍不得你就不走了 早点回去吧 我父母在江南乡下 也一直催我回去看看 江南水乡倒是好地方 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呢 要不你带我去玩玩 这么早就打算见公婆了 你脸可真大 雷小姐是想看看 什么样的水土 可以养出你这么不要脸的人 还不好意思了 我会去琢磨一下 三天后我们出发 不过你得和你爷爷说清楚了 万一他不愿意 你跟着我走 不就变成我拐带留家千金了吗 痛惜 江南水乡苏城阳村 一夜之间发生诡异中毒案 全村120口人 中毒率高达60% 目前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初步断定是村民引用了村里的井水所致 警方向媒体透露 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投毒所致 大意了呀 真不应该 街角嘎拉里的小村庄 有人投毒 大概率是冲着我来的 小高 你怎么了 没事 若曦 有点急事 咱们明天就回江南 张先生 这地方挺偏啊 没想到在长三角这里还有这种村落 你真以为长三角每个地方都富有啊 不过阳村有点特殊 四周田地比较多 每年国家的粮库都有人来收粮 收入不错 没人想离开这 小高 你老家真的和电视里的农村一样美吗 只能说长三角这一带的农村 已经实现了完全的现代化 和生活在城里没什么特别的 几人正聊着天 车子突然在村口停了下来 张总 前面没路了 老董 你回去吧 自己记得填个加班单 好嘞 谢谢张总 走吧 几人走在村路上 偶尔还能看到小孩在嬉戏打呢 不远处一对中年夫妻 被一群小孩簇拥着跑了过来 阿姨 我们真看到小刀哥回来了 还带了个漂亮姐姐呢 你们胡说什么 你们小刀哥还在护士上班呢 怎么会回来 蓝姨 你怎么就不信呢 我妈都说了 小刀哥现在是大人物了 我光赚了好多钱 还谈了漂亮女朋友 小虎 你别再瞎说了 阿姨要生气了 时候不早了 赶紧回去睡觉 明天还得上学呢 爸 妈 我回来了 小刀 真的是你 是啊妈 是我 这位是 阿姨 我叫刘若曦 是小刀的女朋友 这公养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孩子 能看上我儿子 艾兰 你干什么呢 儿子带女朋友回来 你还愣着干啥 咱们赶紧回家准备晚饭 小刀一看就还没吃饭呢 哦 对对对 你看我 小刀赶紧的咱们带若曦回家 小刀一行人身影渐渐远去 谁都没有注意到 此时不远处三五个吊儿郎当的青年正注视着小刀 铁丹 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啊 张小刀竟然回来了 咋咋咋 我们得找黄老板去 这一波可是剩了我们不少功夫 明哥你真是太英明了 这次谁也阻挡不了我们阳村三峡的崛起啊 你们看好张小刀 我去见黄老板 好嘞明哥 黄老板 我来了 陈明 我不是跟你说了 没事不要找我 我会联系你的 一直见面漫移被村里人发现 就完蛋了 黄老板 有个好消息啊 怎么个事 张小刀回村了 什么 你确定 这还能有家 他还带了两个人 您看这是我拍的照片 还真是啊 还真是啊 陈明 这种机会 这种机会可不能错过 老板 刚接到消息 张小刀他们已经回到阳村了 这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 要他看 冯先生 刘若曦一起跟来了 您看 不要动他 刘长生可没这么容易对付 我们的目标只有张小刀全家 我明白了 爸 情况怎么样了 小强 这是十有八九没问题了 张小刀回阳村了 他真是上赶着赵嘎 你记住了 这件事不要生章 等解决了张小刀 我们再找刘长生算账 好 我知道了爸 刘若曦 你早晚是我的 意外获得透视能力 利用透视能力 揪出了想要害我和家人的小混混 但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幕后黑手 若曦 家里有点减料 一会儿阿姨给你安排个房间 你将就住一下 阿姨您别忙 我自己来就行 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有问题 刚才回来的时候 人群里有三个人很不正常 我发现他们特别关注我们 就在刚在 院子外面又来了两个鬼鬼祟祟的人 正是那三个人中的两人 一会儿等我妈和洛西睡了 你想办法把他们控制住 然后带到院子边上的猪圈 小刀 你干嘛呢 那个小伙也是你朋友 让人家进来坐呀 我去收拾房间 你招呼一下客人 阿诚 你能养个搞什么鬼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阿诚却看向张小刀 显然是在征求意见 阿诚 怎么回事啊 现在你是听张小刀指挥了 大小姐 还是听张先生安排 外面有动静 天 真是搞不懂 我爷爷是一个 你又是一个 全被这小子下了你混汤了 大小姐 其实你也是一样的 要不然你也不会看新闻 发布回官宣 是不是 小刀 到底怎么回事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等会晚点我找你 晚上十一点 张小刀家里全部熄灯 与此同时 两个黑影窜入了院子 铁蛋 小心点 被发现就完蛋了 麻朵 慌什么 张小刀那小子瘦瘦弱弱的 就算发现了 铁蛋话未说完 就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铁蛋 你倒是说啊 铁蛋 大葵 你 你看看 我 我后面是谁 对 啥后面 你后面有个锤 锤子 对 对啊 黑夜中 一张人脸出现 手电筒的光亮一照 惨白惨白的 大葵直接被吓晕过去了 铁蛋颤抖着身子回头 小伙子 是不是走错门了 这两货也太不惊吓了吧 就这心理素质还来监视我 他们是什么人 一会审下不就知道了 张 张小刀 哟 看来真认识我 李 你想干嘛 我想干嘛 你们深更半夜的跑我家来 怎么 你们大哥陈明让你们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疯了 你想干嘛 要是明哥知道我们出卖他 我们就完蛋了 这俩人智商都有点问题啊 就这几句话 就把自己暴露完了 张先生 神人无有办法 保证让他们开口 这玩意往身上招呼起下 喋骨铮铮的硬汉也遭不住啊 你 你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喊人了 你走开啊 不要过来 大哥 有话好说 我们也是没办法啊 无冤无仇的干嘛要这样 我们说 我们全都说行了吧 看到没 这挺有效的 什么时候这种货色都能监视我吧 你俩抱着头 蹲地上 说吧 谁派你们监视我的 是 是村里的陈明 为啥监视我 张小刀 我不对 是小刀哥 我也不清楚啊 好像有个叫黄老板的外地人找的他 据说给不少钱 张先生 我看这两人或许真不知道情况 这种人也就丁个少吧 你们是不是准备给村里的井水投毒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的还挺多的 黄老板答应给你们一百万 如果投毒成功就给五百万对吧 呵呵 你们阳村三峡 怎么会错过这种发财的机会 都是一个村的 你们平时亲男霸女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要害全村人的命了 我要是没有提前发现 那就是千古罪人 阿长 报警吧 投毒未遂 呵呵 起码得进去待个十年 张小刀你饶了我们吧 千万别报警 您说 你有什么要求 我们都答应 求您了 我猜猜看 王大葵倒是老实 真准备全盘拖出 不过张铁蛋你可不太听话呀 张小刀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啊 我猜猜你的想法 先胡编乱造忽悠我一下 等脱身了立马去找你大哥陈明 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是不是 张小刀 你别胡说 我 我没这么想 没有吗 是不是心里很急 打算找陈明提前动手 我倒是没看出来 你这个毒溜心还挺狠的 张小刀 放过我吧 我也是为了钱 我说 我什么都说 阿长 把东西拿过来吧 这里面差不多五十万吧 你们两个想要吗 给 给我们 怎么 不想要 你 你真的给我们 当然 不过从现在开始你们得听我的 怎么样 能做到吗 张小刀你放心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人了 我也是 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 我们绝对给你办得妥妥的 这五十万算是我提前给你们的报酬 只要你们让我满意 后面还有无数个五十万 从现在开始 我需要知道陈明的一举一动 张小刀 不对 是张先生 我和大葵其实也不想跟着陈明 只是身不由己 对对对 我们其实是被逼的 时候不早了 你们先回去 我会去找你们的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小刀 这种地痞可没什么底线 大小姐您放心吧 这钱可不是白拿的 瓦康张先生可是专业的 若曦 我有这么傻吗 钱这么好拿 这钱他们有命拿可没命花 再说了 这五十万可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什么意思 大小姐 这笔钱是他们老大成名的 张先生说了 张姐那和王大葵都是贪财之人 还在外面欠了高利贷 这笔钱两人是不会和平分赃的 你的意思是 他们可能会自相残杀 哼 两个人渣 还想在村子里偷毒 等着看好戏吧若曦 这可是五十万啊 我欠的高利贷终于可以还清了 铁蛋 是不是兄弟 我欠了光头四十多万高利贷 他说了 要是一个月内不把钱拿出来 就要我的命 要不先让我还吧 大葵你什么意思 你想独吞这笔钱 铁蛋 我欠的比你多 这笔钱应该让给我 这么多年了 我们阳村三峡 明哥是老大 你是老二 什么脏活累活可都是我在干 挨打也是我最多 这笔钱是我的 铁蛋这一次让给我 张小刀不是说了吗 后面还会给我们钱 你不用着急 你给我回来 想独吞这钱 你在做梦 这两个小子回来了 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怎么会这样 他们怎么干了 这钱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对 跑路 先跑路 刚要走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一咬牙 返回屋内 开始将那些散落的钱 抓起来放进了箱子里 他们 他们不是我吓的 你相信我 我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了 对 先人了 怎么回事 急匆匆的 没看到有客人在吗 艾兰 出事了 张铁蛋和王大奎嘎了 警察都来了 得嘎了 怎么嘎的 现在初步怀疑是陈明所为 因为在现场发现了一箱简 从指纹判定上看 这简应该是属于陈明的 就该这样 这三个人 平日里游手好闲 在村里欺男罢女的 这是遭报应了吧 爸 这种害群之马 嘎了也就嘎了 没什么好可惜的 多半是分赃不允才会这样的 你想想 他们三人哪来的五十万 其中一定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当 小刀说的没错 我听说了 在张铁蛋家中 搜出了大计量的白草窟 现在警方怀疑 他们准备投毒 走 看看去 小刀注意安全 千万别惹事 当张小刀来到张铁蛋家中时 外围已经全市人 四周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此时 警方已经将案发现场封锁 陈明戴着手铐 低着头 三丁警察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把他带回去 上面已经接手这件事 还有现场一定要看好了 案子没有完结之前 谁也不能靠近这里 陈明心里一片空白 铁蛋和大奎为什么会自相残下 自己的钱为什么又会跑这里来 就在此时 陈明突然感觉到 人群外似乎有人在看自己 他猛地抬起头 只见张小刀面带笑容 双眼直视着他 是你 一定是你搞的鬼 可恶 我要瞎了你 少在这里装风脉上 你的背景我很清楚 也是县里派出所的常客了 配合一点 不然有你好受的 带走 放开我 人不是我下的 我是被冤枉的 放开我 我坦白 我什么都坦白 人真的不是我下的 但是那些都要我知道怎么回事 我全都告诉你们 但我不是瞎人犯 你想耍花样吗 没有 我发誓 我没瞎人 这钱是有人给了我 让我给村里的井水下毒的 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 你们信我 一定要信我 我现在就能告诉你们真相 有人要下张小刀一家 所以才让我们下毒的 队长 现在怎么办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说谎 在村里找个地方先审下吧 看看他到底能说出个什么 所以然来 还有他刚才说的张小刀是谁 队长 是我们村的一个年轻人 最近挺红的 他昨天回村的 难道是护士那个 对啊 您也知道 呵呵 这么一来逻辑上 倒是解释得通了 张小刀崛起的速度这么快 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 等 先把他带去村委会 让村长堂一个办公室出来 我要亲自审问 好嘞 你把张小刀也一起叫来 这位警察同志 不用找了 我就是张小刀 我很愿意配合你们调查这件事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你就是那个大闹广城省宝斋的年轻人 没错 是我 你 你是广城刘家的亲亲 张先生 刘小姐 我姓江 这件事事关重大 陈明说了 这次目的是你们 你们能配合调查 真是太感谢了 江队长不用这么客气 既然有人要害我 我也想弄明白事情的原位 我随时都可以开始 不要东张希望了 老是点坦白 你还有一点希望 不要动别的脑筋 你们能保证 我坦白后 保证我的安全吗 或者从宽处理 陈明 我们两个无冤无仇 你要吓我全家 我实在不理解 我看这只是一个幌子吧 我得罪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他们会找你这种吗 江队长 我感觉他实在找借口 投赌肯定是有别的目的 至于另外两个同伙 一定是他们分赃不云 所以才会酿成惨剧 张先生说的没错 逻辑很清晰 不过还需要证据证明 江队长 我认为阳村方圆10公里 只有一个金阳县 那里也是你们的辖区 如果外人和陈明联系 大概率就在那里 我们村里虽然没监控 但金阳县的天网系统 已经普及率很高 稍微查一下 或许有新的线索呢 张先生以前学过刑侦 这倒霉 只是从小喜欢看侦探小说 哎呀 您可真是有天赋 不当警察可惜了 你说的没错 我这就找人去查 村民 你想干嘛 老实点 我说 我都坦白 真的有人要害张小刀 但是人真的不是我下的 你们不幸可以去查 我昨天晚上 就在金阳县吃的宵夜 到了凌晨4点才返回 继续说 我真的说的是实话 你们相信我 哼 真假我会去查证 这件事已经惊动了上面 全村120口人命 你以为是小事吗 带走 真没想到 杨村竟然还出了个人才 不过张先生还是要小心 人红是非多啊 多谢将队长提醒 不过我感觉 陈明没有说谎 他口中的那个 叫黄友德的人是关键 我想这个人 现在已经得到了消息 如果不抓紧行动 恐怕会失去 最佳抓捕时机 看我这脑子 我这就回去安排 张先生你放心 我会派人对你 进行全方位保 张小高怎么样了 对方坦白了吗 他能不坦白吗 把罪都扛下来 他这辈子就完了 这件事到底是谁 在背后搞鬼 有个叫黄友德的人 现在人在靖阳县 警方已经出动 准备抓捕 这么说 马上就能水落石出了 事情可没这么简单 黄友德也不过是个小角色 常年在苏城 捣鼓鼓玩的 你们能猜到 他的上家是谁吗 捣鼓玩的 难道 是风格凯吗 你们还挺聪明的 自从广城的事情之后 也要过了半个多月了 期间因为赢学我 倒是把他给忘了 不过以黄友德的能耐 他可接触不到冯德凯 张先生难道还有人 阿长 你认识贺磊这个人吗 贺磊 冯德凯身边的贴身保镖 在京城可是排名的前十的高手 传门年轻时是打黑拳出身 精通泰拳 这个人很难对付 张小高 要不我让爷爷出面 冯德凯为人阴险狡诈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稍安勿躁 阿长你过来 张先生 贺磊人在金阳县 按我说的去做就行 若曦 你安心 看戏就行 猫捉老鼠的游戏而已 不过角色的我来安排 一旦何大奎为什么会自相残下 自己的钱为什么又会跑这里来 是你 一定是你搞的鬼 可恶 我要瞎了你 该死的张小道 我一定会查出来的 不管你是谁 我一定会让你从这个世界消失的 哎哥 我马上走 放心 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解释的 阳村的是我明明安排的很到位 怎么就出现意外了呢 还是先讨路吧 陈琳娜二流子肯定会出卖我 黄友德 你这是要去哪里 带走 队长 人都抓到了 你怎么还愁眉不展 这黄友德算什么 一个苏城倒堂鼓玩的而已 要对付张小刀的主魔绝对不是他 算了 这件事是李已经接受 我们能扎到他也算是立功了 正在将队长打算离开的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喂 哪位 喂 是江队长吗 你先不要管我是谁 我现在要举报一个人 这个人叫贺磊 他就在金阳县的金峰旅馆3021 他才是这件事的主谋 还没等江队长反应过来 电话就被挂断了 江队长一脸错愕 队长 队长 你怎么了 谁打来的电话 把黄友德控制住 现在马上去金峰旅馆3021抓一个叫贺磊的人 记住了 速度要快 金峰旅馆这边 贺磊正在纠结要不要先离开 房门却突然被推开 来人正是自己的手下陈海 怎么回事 伟哥 出事了 黄友德在酒店被抓了 现在那帮警察正在往我们酒店这里来 什么 你确定没搞错 绝对错不了 妈多 一定是黄友德出卖了我们 算了 先不管这些了 马上收拾东西走 你从正门先走 我从后门走 今天晚上零点在护士北郊苏承河会面 如果我没出现 你们就先回京 队长 人跑了 看来是提前得到了消息 该死 对方反应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队长 我已经问前台要了入住登记的身份资料 回去就能查到对方的身份资料 得 先回去 在这里不空 直到市里来接手为止 小刀 我听说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了 对方好像不是贺磊 是不是你弄错了 若曦 金峰旅馆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三星级酒店 还是在县城 破旧不堪 去那里住 根本不会查你身份证 张先生 就这么让他跑了吧 说的也是 这些人跟苍蝇一样总来骚扰我 我老不反击 张先生您吩咐 我想有些任务 我一定可以完成 阿长 你有没有办法在晚上12点前 赶到护士北郊和苏城郊街的苏城河边 只有200公里不到 还有7小时 赶到那里绰绰有余 好 你过来 张先生 你是不是在他身上装了跟踪器 算得这么精确 他还不配让我费这种心思 每次都是他们找我麻烦 这次我要让冯德凯知道知道 任何事都别想瞒得了我 只要过了这条河 就进入护士地界了 我必须去护士转道回燕京 我等你很久了 你终于来了 不错很准时 不愧是燕京排名前世的高手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对你们老板很不满意 今天想要让你带点东西回去 带点东西 让你带点彩头回去 你的速度真是太慢了 放心吧 你扎不了 只是我扎了你大嘴血位 疼痛会加倍 你你你究竟是谁 太让我失望了 曾经只把圈内的绝顶高手 过上锦衣玉石的生活后 也不过如此 你少胡说 我 回去告诉冯德凯 狗蜜先存着 我随时来取 先生 我办事不力 请您处罚 先不说这些 你的身手我很清楚 竟然有人能把你伤成这样 还有 杨松那是到底怎么回事 都怪我 非要找黄友的帮忙 之后给我找了个二流子办事 是我办事不力 雷子 你怎么看起来很恐惧的样子 老板 我们可能遇到对手了 对方很棘手 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 你看得出对方的路数吗 看不出 但这个人应该受过正规的特种军事化训练 连你都不是对手 如果他没有武器 我有四成把握 但他拿了武器 我毫无胜算 什么时候冒出来这么一个高手 真是蹊跷 先生 他还有话让我带给你 是 先生你要答应我 对方只是口头说少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你说就是了 他说让你好好留着狗命 他随时来取 马朵 究竟是谁 竟然敢这么嚣张 随时取我命 好啊 好得很啊 先生 我总感觉这个人和张小刀有关系 而且阳村的是很诡异 仿佛有人在背后操控事情走向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什么感觉 仿佛被人当做了一颗棋子 到底是什么人 是有人在帮张小刀吗 还是张小刀背后真正的能量开始启动了 那个蒙面人会是谁 先生 我个人建议我们不能再单打独斗了 之前不是已经有人联系您了吗 张小刀这个人虽然可恶 但身上有太多秘密 我想自己挖出他身上的秘密 人太多恐怕利益会分散 先生 现在他身上的秘密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当务之急是赶快把这个毒瘤铲除 尝此下去 后患无穷 哦 雷子 你去回复一下宋青 半个月后的聚会我接下来了 到时候我会准时赴约 你到底是谁 你背后到底是谁在给你撑药 连刘长生都要对你这么客气 该死的张小刀 我一定会查出来的 不管你是谁 我一定会让你从这个世界消失的 你到底是谁 你背后到底是谁在给你撑药 连刘长生都要对你这么客气 该死的张小刀 我一定会查出来的 不管你是谁 我一定会让你从这个世界消失的 刘市长 时间差不多了 护士那边还有一个金融峰会等着你残杂 我看还是早点出发吧 行 我知道了 我和我爸妈打个招呼 小刀 你自己注意安全 其他的不说 绝对不能欺负若西 行 我知道了嘛 你放心吧 我可不敢欺负他 各位乡亲父老 我父母在村里还请多关照 年底我一定抽空回来看大家 小刀啊 我看着你长大的 真是有出息啊 一下捐了五个亿给村子 你放心 这笔钱我一定会好好计划 绝对花在有需要的地方 张先生 我安排了十二个我亲自训练的人 从今天开始他们会长期住扎在阳村附近 您父母的安全不用担心 阿长 真是谢谢你了 举手之劳 张先生不用客气 你们两个少在这客气了 对了 你今天还要去参加个金融峰会 谁是主办方啊 这个 我离开护士这么久了 我也不知道啊 老董 那个什么破风会是怎么回事 张先生 这是我也不太清楚 等您回去 前秘书会和你说的 好像护士上了一定规模的集团 老总都会去参加 前秘书 他是谁 老板您不知道 您离开那天 之前的陈秘书就被人士给开除了 之后就来了个新秘书 叫钱玲玲 老板 我知道有些话不该说 但前秘书凭日行是作风挺嚣张的 现在集团内的人都挺怕他的 我看您回去还是得亲自关注下 嗯 我知道了 公司出问题了 不急 先回去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搞鬼 下午六点 车开到了祥太大厦门口 刚一下车 张小刀等人就被蜂拥而上的记者团团围住 张先生 这位一定是广城刘家千金刘若曦小姐吧 你们现在是否已确定关系 今天晚上七点 有一场长三讲的金融峰会将在世贸大厦举行 您会参加吗 张先生 听说您这次回老家阳村 差点被人投毒 情况凶险 您知道幕后黑手是什么人吗 各位 今天我刚从老家赶回来 后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和刘小姐的关系自然是你们认为的关系 至于所谓的金融峰会 我并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头我咨询一下我的秘书 最后老家投毒的是让各位费心了 凶手已抓到 至于幕后黑手 我想警方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阿诚在边上力度非常恰到好处的将人群推开 张小刀迈步向一楼大堂内走去 突然他停下了脚步 转身看向身后的记者 正好 这里应该已经包含了大部分的护士主流媒体了吧 我想告诉某些人 不要我不在的时候 暗地里搞什么小动作 现在我回来了 该算账的人 我会一个个找他们的 走走走 不得了 果然是年少轻狂 这是宣战啊 听说了吗 前不久来的那的钱零零 问题很大 好 这下又有好戏看了 我看张小刀心里什么都清楚 人家早就多胎换骨了 看到那的女人没 真是刘若曦 她现在和刘家的关系也非同小可啊 灵了 怎么样 人回来了 你怕不怕她清算 哼怕什么 她算什么东西 现在公司内的财物 人事 扣勤 采购 销售主管到经理级别的高管 全都被我买通了 有什么好怕的 倒是你 陈秀海 做好准备了吗 我可是你招进来的 哈哈 我挺荒的 可我相信你 这就对了 我承认她是挺厉害的 但这一次 整个公司的高管如果一起辞职的话 我看她怎么办 一个处理不好 祥太江永远不能翻身 哼 她得罪的人可不少 就连京城的人也敢得罪 我看她怎么舒畅 真以为刘家的人可以救她 实在是太天真了 与此同时 张小刀从电梯内走了出来 满脸冷漠 阿长 一会进去 如果里面那女人瞎比比 直接给我抽她 打女人 女人 没错 可这女人不是傻好东西 竟然趁我不再玩花样 老子这次就告诉下他们 祥太的主人到底是谁 小刀 你可小心点 现在舆论发达 那些媒体都没什么底线 你动手打人了 恐怕又要不知道搞出什么话题来 搞话题 我就怕他们到时候没这个胆子 三人走到董事长办公室 大门紧闭 门口两名保安伸出手拦住了张小刀去路 不好意思 请问你们找谁 这是两张陌生面孔 显然新来的那个秘书 上上下下已经把人全换了 滚开 早死 这里你 哎哟 我的手 好 好疼 你放开我 你们想干嘛 快放开手 不然我就要叫人了 你的勾言长哪了 祥太董事长都不认识了吗 看什么看 我就走了几天 公司都成什么样了 你们两个可以滚了 就在此时 办公室大门被推开 原来是董事长回来了 你们眼瞎了吗 还不快滚 陈主管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来给钱秘书汇报一下最近的人事调动 这不董事长不在公司吗 董事长 您息怒 您长时间离开公司 但业务还是要继续的 虽然累点 但 等等 你是谁 之前的陈秘书呢 陈秘书辞职 我就是他的接替者 是陈经理对我进行的面试 给我打 你怎么打人 阿长 继续 董事长 您这就太过分了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 被公司的人看到人家怎么想 你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 我管我公司的人 和你有关 你什么意思 董秘都要我亲自面试 什么时候陈秘书能做主啊 给你十分钟 收拾东西滚蛋 不然的话 我让警察送你离开 张先生 你是不是还没搞清状况 难道你就不奇怪 为什么今天公司里人很少 而且我胆子这么大 敢在你办公室里待着 我为什么要知道呢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是谁不重要 那你要明白 你的任命是不合法的 张小刀 你的集团完了 你也完了懂吗 哼 敢打我 我会让你跪下来救我的 张先生 我就明说了 香泰集团已经基本在我掌控下 你乖乖配合也不会受什么苦 阿诚抽他 董事长只是回了一趟老家 公司就被女秘书霸占 不仅高管全部倒向女秘书 就连门口的保安都换成了他的人 秘书以为生命已成熟犯 没想到董事长两个儿瓜子教他做人 你敢打我 张小刀 你竟然打人 我要曝光你 我要让媒体看看你的真面目 真是娘炮一个 张先生 不能继续了 不然的话会出现内伤 嗯 差不多可以了 钱玲玲 来过来坐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 说说看 你们究竟有什么目的 张小刀 你敢打我 你完了 我一定要去曝光你 嗯 既然死活都会被曝光 阿诚继续吧 钱玲玲露出了惊恐之色 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怕吗 还曝光我 陈秀海引狼入室 和你勾结 企图颠覆祥太集团 这件事要是曝光出去 你们又会有什么后果呢 张小刀 你胡说什么 说话要有证据知道吗 还有你自以为是 真以为你从蒋龙手上将祥太夺来 就能控制一切了 就算你将股权捏在手上 但集团中高层全都辞职 你能扛过去吗 身后的大门突然被打开 公司里高层一个个出现在办公室 阿诚眉头一皱 下意识就要去阻拦 你们都跑我办公室来 有什么事吗 哈哈张小刀 你想不到吧 他们现在都要辞职了 这里面可有很多十多年的老员工了 但原家觉得你给的待遇太差 不呆了 张小刀 陈经理说的没错 他们都要辞职 本来今天他来找我 就是说这事的 我本想帮你挽回下的 但现在我也要辞职 这么说 我今天是铁定完单了呀 哈哈张小刀 我脸上挨的这些巴掌 我一定会加倍奉还的 哎 既然如此 让我再和这些员工说点话 没问题吧 怎么 你还想策反他们 好啊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陈经理 我们给董事长一些和员工道别的机会吧 说吧 钱玲玲跟陈秀海就走出了办公室 妈的 他竟然敢打人 别急 一会就有他求我们的时候 我要他跪在地上 抽自己耳光 直到我满意位置 灵了 你说他在那里面干嘛呢 哼 知道大势已去 想要挽回 但这些人都拿了我给的钱 怎么可能听他的 张小刀把每个人轮流叫到面前谈了谈心 喂 你们这是咋的了 一个个这么紧张 哎 董事长做不成哦 不过证据我手上倒是多的是 你们勾结外人 企图架空集团董事长 收受贿赂 也够你们去里面蹲点日子了 小刀放心吧 我有钱 我一定会请全国最好的律师 其他不敢保证 这帮人让他们多做个几年了 还是没问题的 嗯 那就这么定 多请便吧 董事长 我们都是被逼的 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董事长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把钱退给钱玲玲 其实也是他威胁我们 要不然我们不会就范的 对对对 董事长 我们决定不辞职了 而且如果您要报警的话 我们愿意当证人 你们真的确定 他还是挺大方的 根据你们不同的职位 在集团的重要性 起步就是50万 真不要 董事长 我们还是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而且做人还是要有点良心 对对对 您放心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 也好 就给你们一次机会吧 说吧 张小道便带着他们走出了门外 董事长 怎么样 和他们都道别了吗 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哼 成光敢司令了 我看你还得以什么 董事长 钱玲玲和陈秀海的事 您尽管放心 只要需要我们作证的 我们绝对已不容辞 嗯 悬崖勒马 为时不晚 年底的时候 我会根据情况 给你们加工资的 你们什么意思啊 陈经理 没什么意思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特别是钱玲玲 你私自将他招进公司 这么多天 搞了多少幺蛾子 我们受够了 就是不就钱吗 我们也没花 一回就原路退回给你们 你们这嘴船 我们不上了 浪子回头经不换 我这个人一向好说话 大家都是普通人 容易受到诱惑 误入歧途 但做大事的人 要心胸开阔 所以我决定 免去他们的责任 而你们两个可以滚了 张小刀 都说你本事挺大的 我也算见识了 本来今天你可以赢的 但你却打了我 我要报警 你动用暴力威胁我 不错 报警 张小刀你以为你是什么 一家上市集团的董事长 动手暴力殴打员工 这新闻够劲爆了吧 呃我什么时候打你们了 难道是得了失心疯 张口就来 你们这是诽谤 我要告你们 就是你自己打自己的 我们都看到了 你怪董事长 钱玲玲我劝你 还是别搞事了 就你和陈秀海 勾结进公司这件事 张董都能告得你破产 胡说 你们是张小刀的帮凶 我要报警 让警察抓你们 对 这里有监控 一切都可以查看监控 张小刀你 只是他人对我们动用暴力 我不但意要报警 我还要向媒体曝光你 这是保卫科科长走了出来 钱玲玲 之前你私自下令 说董事长办公室这种地方 装监控 安全隐患太大 所以让我们保安科拆了 所以这里并没有监控 怎么样 报警呗 我正好也要找媒体呢 要不然你去通知他们来一趟好了 正好有件大事要宣布 另外再送他们几个大新闻 钱秘书 赶紧回头试案吧 张董还是讲道理的 没错 张董心胸没这么狭隘 只要你自己认错 一切都可以商量 回头试案 不要再错下去了 灵略 你别听他们妖眼祸众 你现在要是面挂 可就是上当了 张董 这一切都是陈秀海要我这么做的 我也是没办法 他逼我这样 还说我不照办 要我好看 钱灵略 你疯了 明明是你 闭嘴巴你 你这个人渣 只会欺负我一个女人 非要把我安排进来当董秘 还让我害张董 我很内疚 真的不应该和你同流合污 那你为什么要胡言乱语 我没有 张董 是他都是他 我虽然年轻 也是才接手公司 不过你这种害群之马 我必须要清除 钱灵略 我给你个机会 一会警察来了 你为我做个证如何 好好好 我一定会揭发他的丑恶行径的 没过一会 警察就来到现场 张小刀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完后 四周的员工纷纷出来作证 加上钱灵略作为污点证人 陈秀海被带走 几乎没有任何的疑问 只是被带走前的陈秀海 死死的盯着钱灵略 仿佛要将他生吞了 张小刀回到了办公室 没想到钱灵略也跟了进来 你跟着我干嘛 我 我不是您秘书吗 秘书 哈 给你五分钟 赶快给我滚 张董 您不是说饶了我吗 饶了你 我只是觉得要让警察把你抓了还是有点便宜你 你想想啊 要是你和宋青之间的关系一曝光 会怎么样 人家可是燕京的大佬 你 你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哈哈 你不需要知道 不过我觉得这么做还是没意思 我要是把你和陈秀海的事情说出去 你猜会怎么样 你 你是 你是魔鬼 我不想看到他 马上让他滚 要是不愿意 就找人把他丢出去 董事长放心 我这就去办 几年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 这几年里 张小刀利用自己的能力帮助警察破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案件 也将自己的公司做到了全球最大 事情都忙完了 是时候了 老板 这次不会出现意外了吧 呵呵 再这样 老板娘可不会饶了你 大小姐可是等这一天很久了 如今您也空下来了 全球30多家财团发布了声明 未来 他们将以您马首是瞻 张先生 我这里有一份清单 这些事涉及到全球大大小小50多个集团公司 体量都在100亿以上 这些董事长表态 愿意在您的商业体系下开展商业行动 若曦 怎么样 我们两个人的终身大事也已经拖得太久了 如今 时机已经成熟 你愿意嫁给我吗 哦 哇哦